谢谢陈老师 很高兴给大家交换看法 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我先把当前几个热点解释一下 我的一些看法 这里面包括上海石油期货的开张 包括金正恩访华 包括刚才陈老师讲的西方群欧俄罗斯 然后当然就包括贸易战 今天中午我是跑到美国公司他们家 跟马省参议员叫Elisabeth Warren 跟他吃饭 他今天上午跟我们刘鹤副总理谈了一上午 我就问他 我说你谈什么呢 他说不告诉你 其实我估计他已经拿到答案了 因为这个事主要是咱们刘鹤副总理的负责 很可惜他不告诉我 这是我准备开始讲的四个问题 完了我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看法 然后我想把咱们外交近年来的变化 总结一下最后是落到几个外交挑战 包括朝鲜印度台湾 还有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这些东西 这是我准备的四部分内容 刚才陈老师讲的 要我两个小时讲完 然后留下来时间跟大家讨论 我是大嘴巴喜欢说话的 要不限制我 我就全讲完了 我争取留点时间 大家互动一下 我先把眼前的几个热点说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礼拜一 26号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一天三件大事 我是把上海石油期货开通排第一 然后竞争访华排第二 然后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当然他还有14个小兄弟一块来 所以我把他叫群殴 放到第三 我是这么排位的 然后我再会讲上个礼拜四 那个3月22号 那个美国就是威胁 威胁要搞贸易战 其实贸易战还没有开始 咱们那个有些媒体说 贸易战已经开始了 结果把第二天那个股票 给吓得够呛 是不是 第二天咱们那个A股 从3300掉到3100了 结果华尔街也很惨 掉了400700个点 然后他礼拜二又掉了400个点 他也掉了不少 我们两家就是因为这条烂消息 就损失了10万亿美元 10万亿人民币 就就两天时间 10万亿 10万亿人民币的市值没有了 所以这个媒体也是挺害人的 其实贸易战还没有开始 而且我估计打不起来 知道吧 它是雷声大 有点小的一个东西 好 这个我先把那个议题讲 讲完 讲完我就讲讲内容 那个我为什么把那个 就326 3月26号 上就本周一啊 那个上上上期货 开通石油 期货放的第一呢 我觉得长期来讲 这个事儿可能重要性最大 那个它有两个重要性 一个呢 就是中国开始对大宗商品呢 定价 开始那个争取定价权了 这个就是我们国关学界呢 把国与国的经济竞争呢 分成三个层次啊 最低级的竞争 叫产品竞争 高一级叫技术竞争 最高级叫什么 定价权 而咱们中国现在的情况呢 是这个产品竞争 现在不错的 呃 我们中国09年超过德国 对外出口就第一了 此后就把德国越甩越开啊 我们去年总出口量是 2.6万亿美元 遥遥领先在世界上 这个 呃 而且通吃 低端中端高端全 全有我们中国 那个 所以在产品领域 我们中国现在问题不大 呃 我们非常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几乎所有的贸易伙伴 都抱怨我们中国 说我们中国人走自己的路 不给别人活路 呵呵呵 所以呢 现在WTO啊 有300多项那个叫反倾销诉讼 叫安泰 呃 我看应该叫安泰 当品落啊 有有300多项 其中85是是告我们的 呵呵 就说打不赢了 他告状去了 OK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就是我们产品竞争不错啊 这个归功于咱们优秀的劳工 优秀的企业家啊 不错 技术竞争呢 原来不行的 现在呢 就渐渐就赶上来了 对吧 现在有一些项目 我们还是确实挺领先的 现在科强总理啊 科强总理 那个被网名叫做超级推销员 对不对 他到哪都推销三个东西 一个是高铁 一个是特高压 一个是那个 以华龙一号代表的三代核电 对不对 而且好像推销出去几款了 那个像那个阿根廷就买了一台 那个华龙一号嘛 那个价值不错啊 他那一台价值等于五十万辆奔驰呢 是不是 那挺赚钱的 所以咱们中国呢 原来是真不行 这个在技术层面啊 现在渐渐渐赶上来了 那个去年我们中国的 叫叫专利总数啊 超过了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之河 七百六十一万项 一年啊 大部分都是垃圾 那个专利 但是他这个数字也挺吓人的 对不对 这么告诉另外一个数字 美国人呢 今年一月份发出去 他历史上第一千万项专利 可是美国专利局是1802年就成立了 大家算算是不是两百多年了 对不对 1802年到现在 是不是一百 两百一十六年了 他达到就今年一月达到一千万项吧 然后这个商务部长韦伯罗斯特高兴 你知道吧 是我们美国那个那个技术创新都好啊 把别人远远甩到后面 后来我看那个就在他们那个 纽约时报网站下面就有美国人 大概是美国华人 所以你这个家伙不看书不看报的 你看中国一年七百六十一万 你二百一十六年才一千万 你留什么留啊 所有的数字碰到中国都不管用了 然后咱们中国当然大部分专利是国内专利 国际专利呢 现在是超过日本世界第二 这个所以中国呢 技术这一块上来了 我们现在唯一缺的就是没有定价权 就是那个最高级的竞争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啊 大宗商品最大的买家 比如说那个铁矿石 87是我们买的 这个这个挺吓人的 买的就出手特别狠啊 但是呢 但是我们没有定价权 所以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情况出来了 就中国人在大宗市场买什么什么贵 卖什么什么便宜 是不是 这是对我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整个世界市场呢 那个价格讯号也扭曲了 对不对 对世界的效率也不好 对大家反正都不好 所以这个得改 但这个改很不容易的 但是就是上海石油期货的开通啊 至少让我们中国在石油 未来石油定在架上有一定的发言权了 这是实际上第四个石油期货市场 前面有三个 这个纽约石油市场 还有布伦特 就英国以那个北海油田为 为基价的布伦特原油 然后就是阿联酋 现在咱们有个 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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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第四家 然后那一天交易了 好像是4.6万手吧 是吧 那个市价呢 超过阿联酋排第三 所以这个事长期来讲 很重要 因为中国开始 这个这个有一定的定价权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它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因为它是以人民币来计价 对不对 这个美元就是绑石油嘛 咱们也开始学了绑 我们刚开始去嘛 可能作用还比较远先 时间久了一定会有作用 所以呢 一个这个这个上海石油期货的开通 有助于我们我们的那个那个定价权 一个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 所以我把这个事放到三二六的第一件事 特别重要 而且对中国挺有利的 第二件事当然就是金正恩先生 那天晚上到了我们北京 其实他是25号就是平朗出发 然后在丹东停了一下 是那个中联部部长松涛去接的 然后我就到了北京站 对吧 那我是王沪宁接的 那个 然后27号一天活动 晚上就回去啊 然后28号等到他回到他们家了 我们中国就宣布了 这个这是惯例 倒不是我们中国愿意隐瞒 是他们那边要求 他就怕出事 是不是 我们中国也怕出事 真出点事我们担不起责任 所以等你回家了 我就宣布了 他爷爷 他爸爸都是这么安排的 那个 那么这个是他那个 他爸爸不是一年底去世吗 他是一二年出执政吗 他第一次出国 然后到了我们这 这个所以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 所以他们国内也 我看也重视的是不得了 最近网上在传一个 他们搞的一个 一个一个纪录片是吧 40分钟 那个 附带讲 他那个纪录片水平 好像还可以的 是吧 那个 那个 信息很丰富 然后当然就是把他放到中间 好像他这个 这个这个不得了 似的这个 大家 我们网上有些人 把这个新闻联播 13.59秒 13分钟 也搞了一个 好像我们 就纪录片来讲 我们质量差一点 他质量好一点 朝鲜朋友 艺术感挺好的 那个 这个事呢 还就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朝鲜呢 是我们邻国 然后对我们 北方地区的安全 这个影响挺大的 嗯 那么心理影响也很大 中国历史上啊 老为他去打仗 这个 比如唐朝 这个 日本有了第一个天皇 日本就去打人家 那个朝鲜 然后呢 在一个地方叫白水江啊 这个 唐朝军队就把日本军队击败了 那 那次 胜利的很漂亮啊 大概是杀掉了 一万六千个那个那个日本兵 然后唐朝也挺绝 就把他们耳朵割下来 那六个大筐给他寄回去 然后他们就几百年就不来了 好 到了那个封城休息 1592年 统一日本以后 他又去打人家 然后呢 那个时候明末吧 那个时候明朝其实已经不是很行了 但是 他还是觉得朝鲜挺重要 又出兵了 对吧 然后就把封城休息击败了 然后日本又老实了几百年 然后到了那个 明治 日本人就是 就是工业化 有所成就 他又跑去打朝鲜 是吧 然后咱们中国又去打 然后 然后败了 败了这个地方就就就就乱了 是吧 50年呢 换了一个外国 美国人进去了 然后中国又去打 所以我 我现在我总结一个历史规律啊 就朝鲜呢在在心理上还对中国领导成影响挺大的 就不管那国家多么困难 你看明末他其实挺困难了 唐朝还可以啊 打起来比较轻松 明朝其实出兵是很困难的 清末出兵也是挺困难的 新中国刚成立啊 其实国力也不强了 是不是 我们四次出兵呢 有一次 这比较轻松 后面三次都很艰难的 都去打 所以就是 在战略上啊 好像那个我们国内的战略 要把他看得挺重的 这个 我总结历史规律呢 是这样的 就是日本这个家伙啊 这个岛他不安全 所以他一定想跑到大陆啊 站个脚 这样他安全一点 所以这日本这个家伙呢 一强大就打人家朝鲜 那个 然后呢 中国呢 是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 但凡是外来势力去了 老总之我也要出兵的 我给你打 那个 然后 战争的结果呢 这样 如果中国赢了啊 像唐朝明朝 这个地方就稳定几百年 如果中国输了 这个地方肯定乱 然后后来像五零年 打成一平手 一平手就是僵局 大概是这么一个 一个历史规律在里边啊 好 现在呢 就是 这个不管朝鲜 和我们关系怎么样啊 态势怎么样 我们是重视他的 这对我们那个 东北的安全很重要 我们很重视他 然后 一旦他决定要来 中国肯定是欢迎的 这次应该是朝鲜 提出要求 说我想来 然后咱们中国 就马上就安排了 所以我看那天 在那个宴会上 他就表态 是吧 说我们临时提出的要求 然后你们接待的这么好 那 那现在的 会来啊 那么首先呢 要探讨一下 他为什么今年 整个政策变了 因为过去啊 朝鲜一直是那种对抗的 他叫以强硬 对强硬 以 那个 以超强硬 对强硬 就是外面怎么压 他没有用的啊 但是今年1月1号 元旦 讲话 他突然态度就变了 是不是 对南方很好 伸出橄榄枝啊 然后后来又通过南方 南朝鲜 传话嘛 那个想跟美国对话 那美国也答应了 然后现在又到我们这里来 对吧 然后好像他们在安排 他要又跟普京见面 要跟安倍见面 等等等等 总之就从今年以来吧 他的政策有很大变化 我想变化是四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他自己认为啊 他那个 有底牌了 可以跟国际社会谈一谈了 就是他的核武器和那个导弹 有 有进步 有那种初步的威慑力了 去年9月3号 咱们国家在那个 厦门办那个金装会 他砰的炸了个炸弹 第六是核四 那个爆炸量不小啊 大概是十万五千吨啊 说明他那个 就是原子弹是管用了 是吧 能威慑人了 十万吨嘛 是可以威慑人的 另外呢 他后来又发了一个叫光明星 就火星15号 那个从弹到算啊 他的射程可以达到一万公里 这样可以够得着美国本土了 是不是 所以他就觉得啊 经过多年努力 我至少具备了 具备了初步的威慑能力 有谈判底牌了 这是他的愿意改改变那个那个第一步啊 那个 然后可能还跟那个制裁有关 就是这个制裁导致他那个经济可能是挺困难的 他想缓解一下啊 第三个呢 他可能还是 赶到现在这个美国总统啊 也不好预测 原来朝鲜的跟你谈判 就是让你不可觉得 没法预测他 对不对 神秘莫测 现在碰一老头也是违法预测的 知道吧 所以他也吓坏了 因为老头没准真打啊 真打他就完蛋了嘛 对吧 朝鲜实际上是这几方里面最脆弱的 那个 他碰到这个特朗普啊 他是有点怕的 这个 然后呢 最后他是 第四个原因就是 他看到南方 就是韩国方面是可以突破的 因为韩国现在 这个新总统文战颖呢 他是叫进步派 就是韩国的左派 被抓起来的两个总统 李明博 朴正希 朴景慧就属于保守派 保守派通常是很敌视北方 而进步派对北方有天然的同情的 而且文在寅本人呢 他是出生在朝鲜 是在朝鲜战争期间 就是他妈妈把他带到南方了 他个人还有一些情节 是吧 所以他觉得我这个时候调整政策 这是有人接盘的 知道吧 所以这四大原因导致他就是改变态度了 然后后来就借那个叫平仓奥运吧 平仓东西的运输缓和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应该讲非常成功 是吧 然后另外就通过韩国 啪就是转转消息给美国 想跟他谈判 结果美国就同意了 对吧 这个所以应该这么说 他因为基于上述四大原因 他转了转了到目前为止也比较顺利啊 但是下面呢 他有点没谱了 因为特朗普一方面呢 说愿意跟他谈 但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那个 态度还是很奸契合 这是个没得商量 而且呢 就在这个最近 这在一方面要要准备谈判 但另一方面呢 那个他他换了他的班子 比如说国务卿换了 对不对 这个换了一个人叫蓬佩奥 中情局局局长啊 那个老兄是 跟那个 跟那个 贴德森还不太一样 贴德森毕竟做过那个 翘牌的老总嘛 很沉稳的 你想管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公司 管得不错的话 这个人行政能力很好的 挺稳的 所以会对这个老兄有点牵制 这个蓬佩奥呢 他是 就是个马匹鲸 就是说总统说什么就什么 永远是对的 所以这种人 这个另外 因为还换那个人 就是把那个叫国家安全顾问给换了 原来叫麦克马斯特 是一个中 三星 三星将军 然后那个老兄 原来一直在中东打仗 所以对中东有情节 所以他一直想做那个 伊朗 结果他把他换了 换了一个人叫约翰博尔顿 江波腾 江波腾是对我们东亚特感兴趣 然后公开说过 就是对朝鲜唯一的办法就揍他 知道吧 然后韩国统一他 说这个家伙就是一流氓 谈根本谈不出结果 老上当受骗 所以 所以这个 金正恩现在心里可能是在打鼓 知道吧 说美国的一把手说要跟我谈 可是俩左右哼哈尔将 换那俩很坏的人 这个谈那个结果他就没把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必须到北京来了 这几年实际上呢 朝鲜对我们是挺不满的 就觉得我们 这个跟着这个联合国一块制裁啊 给他造成了很大麻烦 那个 对我们非常不满 而且我们要求他契合 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我们中国说的朝鲜 从各个方面讲 我们都很重视朝鲜啊 凝聚 这个历史上 共同战斗过啊 那个意识形态呢 他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 实际上他是个 在朝鲜 你是看不到 马列毛的著作的 近视就是他们家 他们家祖孙三代的东西 知道吧 那个 我读过一点 那个金日神著作 他其实是有问题的 他那个理论 那个我把它总结为对内啊 就是叫主观维新主义 就强调那个精神的作用 就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是对内 所谓的主体思想啊 内部 就因为他穷嘛 他没有资源 特强调就是主体意志 就是强调就是通过 那种个人努力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啊 突击什么 什么战斗60天 什么的 完成生产任务 就搞这个鬼东西 不科学了 知道吧 这是对内 对外呢 叫反对四大主义 就反对四封各个大国 然后你 你大国 他是一般都反对了 美国啊 中国啊 但是你要读多了 你会发现 他主要是反华 知道吧 所以 其实严格讲 他肯定不属于 那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他反正号称 他号称也是 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啊 地理上啊 我们是邻居 相互依靠 意识形态 至少面上一致 历史上也有牵连 所以中国总体来讲 还是对朝鲜挺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有个问题 就是 就是核武器 对吧 我们是坚决反核啊 这个我们为什么反核呢 一个就是 就符合国际的那个普遍的原则 防止核扩散 是符合国际社会原则 还有一个就是利益 这个要是真核 就比如朝鲜拥核了啊 成功拥核 别的国家会仿效的呀 仿效了以后 就会核扩散 那要核扩散 某一天到了恐怖分子手上 那还是挺吓人的 是不是 咱们中国还是有恐怖主义威胁吧 对不对 特别新疆那一块 所以呢 核国上对我们是不好的 这个无论是原则 还是实际利益 都是不好的 我们要反对 那么落到这个地区呢 朝鲜拥合啊 那么韩国一定要拥合的 韩国拥合 日本就要拥合 对不对 日本拥合就麻烦了 日本拥合很有可能 我们台湾要拥合 是不是 那我们就得动手了 那个 所以 我认为就是我们拥合 是对的 有它的道理 又符合国际原则 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所以我们是坚决反对 它拥合 可是它坚决要 要核 所以 我们现在这个关系 主要就僵在这个地方 它特别坚决要核 我们特别坚决不许它拥合 然后我们就 一方面呢 也帮它啊 我们还 这几年一时 实际上还是给它援助的嘛 然后美国要 几次要在联合国 那个 要在那个决议里面 写那个52条款 就是要动五条款 都被我们中国否决了 挡住了 其实我们一直还是保护它的 但是它是对我们不领情的 知道吧 它就觉得你 你应该支持我用核 这个 但是我们不支持 于是 这几年 我们对坦率的讲 中朝关系是不好的 这个 所以呢 它执政以来吧 你看92年 12年初就执政了嘛 到现在这个 这个18年了 它一直不来嘛 这个 它现在它就来了啊 来的呢 还是这个变化 因为大思路 它要缓和 与外部世界关系 那么先走通了 韩国这条线 然后有可能 要跟美国接受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再不到中国来啊 以后的影响 就非常不好了 是吧 如果他率先 就跟美国谈 那么把中国甩一边啊 尽管短 短债呢 中国有点难堪 那长期来讲 它是很难受的 对吧 中国是邻居 块头又大 这个 呃 要把中国得罪了 实际上它 我们很难受 它肯定会更难受 这个道理 它应该是想得通的 对吧 那个 然后那个 呃 然后下面一个 就是 就第一 就程序上讲 你就得到中国 来一下 到北京 拜一下码头 对不对 祝贺一下习主席 然后呢 那个 呃 从战术上讲呢 他也需要到中国来一下 呃 因为现在 他跟那个特朗普谈 特朗普跟他一样 都是神秘莫测 对不对 而且特朗普 哼哈尔这样 都挺凶的 对他 他心里是没底的 呃 但是 在北京坐一下啊 他总归是有底一点 对不对 他可以可以暗暗的显示 我是有大哥罩着的 对不对 你不能乱来的 知道吧 这个 所以他这边是 大概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 第一就来是符合那个 他的整个对外政策的缓和化 温和化 那个转变的 第二呢 就是程序上讲 他要跟美国缓和关系 还事先就得得到我们的某种支持 对吧 然后战术上讲 他下一步要跟韩国跟美国真的开始全面谈判 那么到北京来一下 绝对是有助于他的谈判地位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应该讲还是很聪明的啊 那个 那么咱们中国呢 这个我刚才讲了 其实中国总体来讲 对那个朝鲜是挺好的 对不对 除了一个问题 我们不同意他 其他 其他我们尽量都是帮他的 所以一旦他提出想来嘛 中国就马上就要安排了 那个而且规格还是相当高的啊 当然下面我要强调一下 就跟过去比啊 这次规格是不如过去的 过去啊 他爷爷 他爸爸来 都是我们一把手在北京站去接他 都是一把手 其中有一次胡总书记是到东北去接他爸爸 是吧 那个规格就特别高了 是吧 这一次习主经理可能就是让王沪宁到那个北京站街 然后以前都是所有常委都见面 这一次嘛 就是这个客强总理 就是宴会的时候客强总理去了一下 然后王沪是一直陪着 所以规格是不如以前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 这一次没给他钱 所以这是 知道吧 就让他去看那个科学院那个什么五年成就展 去了 他是其实想去看企业 然后企业不错 不错 就是有钱嘛 给我一点嘛 他都是这样的 知道吧 这次没给他看企业 就是让你去看科技那个成就展去了 看天眼了 什么东西 那个 然后没有安排经济官员跟他见面 大家注意到没有 韩正没见嘛 刘鹤没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中国这次我觉得把握度可以 是吧 这个这个国家很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要能来往就来往 而且规格是比较高的啊 那个 但是呢 跟历史相比 规格要下来一些 是不是 总数据没有到站台迎接 然后不是传委都见 然后没有安排经济官员出来 对吧 那个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么处理可以啊 当然下一步怎么走呢 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我们中国是乐见那个美朝区对话的 但能不能对话呢 不知道 这个4月27号 他们那个南北朝鲜会对话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美国还是要看 就是说你这个在何问题上 你怎么表态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进展 那特朗普就不会见他了 对不对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 在哪见 我个人估计啊 他这次来还有一个问题要探讨 是不是就在北京见面了 也别的地方呢 他们曾经想在瑞典见面 在北欧 这个但是后来可能他 他也是那个也是那个安全 他有考虑 是吧 像那个可能特朗普倒没有 都不一定会有这个想法 像约翰伯尔顿就可能就 跟瑞典情报部门打招呼吧 找个理由 把他扣了 对不对 那麻烦了 美国说又不是我扣的 是他扣的 小弟弟 然后隔得那么远 朝鲜也报复不了啊 对不对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到韩国去见面 我估计他也不敢 对不对 韩国因为有一帮保守派嘛 对不对 所以还真没有地方 到海参丸 到俄罗斯 那他普京现在跟那个西方僵的这个样 那特朗普不敢去啊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算来算去啊 可能北京比较靠谱 是不是 咱们中国这个诚信还是可以的 我们比较耐势的 大国领域 我中国还真是挺耐势的 那个 附带奖 给他讲一下中国的战略文化 中国战略文化 是以德夫人 这是周文王讲的 就是远人不服 修文德以来之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点 所以中国历史战就出现了 在西方人来讲 完全理解不了的那种 那种战争行为 比如说啊 诸葛亮 欺情梦获 这在西方那个商业主义观点里面 是不是蠢都不能再蠢了 你情义是得死多少人 花多少钱呢 是不是 你还欺情 对不对 你哥的美国人 他说老子一个把 一次把七个梦获干掉算了 经济上合算了 对不对 哪有什么欺情呢 这个 当然欺情也是演绎出来了 他反映了一种政策 就是说收心 知道吗 但是历史证明呢 诸葛亮经营西南是不错的 是吧 后来 你看后来 汉以后 西南总体是很稳定的吧 对不对 收心收得不错了 那个 所以中国人特欣赏这种 这种做法 但是其实按照西方那种 所谓的理性主义原则 理性主义在生活当中 往往就表现为经济主义嘛 他肯定觉得不合算 对不对 我一个傻子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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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酋长 我 我出七十兵 那不太神经病了 对不对 但中国人很稀释 对吧 对不对 那个 中国好的领导人 一般来讲 他不 不求杀人 他那个 他是喜欢那个 喜欢收你的心的 嗯 所以 所以做中国的敌人呢 安全上没什么问题的 那个 有个具体事例啊 就是一九五九年呢 不是咱们在西藏就就评判吗 评判 达赖就跑了吗 然后呢 他一帮贵族 带的东西很多 走得很慢 所以他从那个 这个 这个 奶东三口 就是藏男的奶东三口 跑出去的 他去之前呢 其实我们张国华的那个 十八军的一个营 而且是个加强营 七百多人 已经赶到他前面去了 因为奶东三口伏击了 然后那个营长给张国华打电报 说动不动手 张国华说我也不敢决定啊 问毛主席 毛主席忙就问周总理 周总理呢 也等 等主席啊 主席后来说就算了 留他去吧 留他这样没意思啊 他还给你闹别扭 就让他走了 这哥的西方人很难理解 是吧 你哥的老毛主 俄罗是肯定在现场 给你秃秃掉了 对不对 或者不秃秃掉吗 老和尚跑到那边 我肯定不放过你啊 对不对 晚上睡觉给你弄个针 是吧 早上早餐给你弄个毒药 就死路绕回了 那个 但是中国大陆 还真不干这个事 觉得这个丢面子 知道吧 你干那么历史就 就永远给你寄上一个污点 是吧 所以老和尚 你要活得多健康 现在那个活八十多岁了 是不是 但是他得感谢 他的对手是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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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说呢 是毛主席这种人 是毛主席这种人 是吧 那个 都附带讲啊 毛主席他也就是喜欢收心 像那个王世卫 在那个延安呢 不写了怪里怪系的一个东西啊 叫 叫做百合花是吧 后来那个 后来那个贺龙把他给杀了 那主席气得不得了啊 那贺龙写一个月简单 他不喜欢这种处理方式 不像老蒋是吧 老蒋理工夫骂我 老蒋一枪给你干掉 对不对 那个文艺多 砰给你干掉 老毛觉得那个太吓作了 老毛喜欢干什么呢 把你们召集起来啊 开那个思想批判会 然后拿去写检查 天天写天天写 他喜欢干这个 我看以前有一帮老子 是老企业家啊 写到九十岁 他不写不习惯了 写了后来真热啊 马主席 这是扯得有点远啊 这是中国人反正一种 很独特的一种政治哲学 西方人没有这关系的 这个 我是讲了哪去 我都有点扯开了 反正回到我们话题呢 就是朝核问题啊 朝核问题我现在推算是这样 就我们中国呢 是真的乐见 就是他跟他去谈 跟韩国跟美国去谈啊 那个 然后如果愿意我们做东 中国肯定是会很 很尽心的去做东 是吧 让他们谈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最后能不能谈成完 真没有把握 美国首先要看 4月27号啊 朝韩对话的结果 是吧 然后呢 还要找到恰当 大家都舒服的地点 不容易的 有可能五月啊 他就谈不成 我觉得肯定还是有的 当然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情况 他们好不容易见面了 结果见面以后呢 其实谈崩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特朗普这个老兄没有耐心的 这个他也觉得你骗我 对不对 那就麻烦了 那真就有可能动手了 这个 然后我们中国也要做 叫鱼为之谋了 真动动手还是非常麻烦的 对中国来讲 最可怕的就是 动手以后搞出了河泄漏 就怕这个 是吧 朝鲜炸了几次 都在很深的那个地下坑道吧 所以目前还没有监测到河泄漏 但是真打呀 那美国人不管了以后 砰给你炸开了怎么办 河泄漏了吧 或者朝鲜被打击了 打击了以后 威胁全世界 说老子炸不了你 老子炸自己总可以吧 对不对 那不是野河泄漏了吗 这咱们东北就毁了 对不对 上亿人地方没法住人了 这是最讨人闲的 知道吧 那个 或者或者他打出几百万大名来了 对吧 这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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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危险的 OK关于朝核就是这样吧 就是这是挺重要的一个事 也是个好事 但是它能不能导致好的 结果呢 谁也没有把握 最后 这个三二六这一天 还有一个事 就是这个美国来来制裁人家 那个俄国是吧 然后美国一赶就是六十家 六十个人 然后呢 同一天 十四个那个北约盟国也跟进 现在好像是二十五家制裁 再加北约这个国际组织 一共二十六家 这个 那么为什么他们现在动手 那个整那个俄罗斯呢 一个普遍的解释还是西方国家要转移矛盾 在历史上就西方国家内部 现在状况就像西方各国啊 现在政府支持率都不高 都没什么权威啊 然后呢 那个 他们内部呢 盟友内部还捞吵架 但是一旦把俄罗斯数为一个敌人 内部也稳定了 盟友也稳定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有这种需要 这是一个解释 还有一个解释呢 就是现在西方可能对普京本人呢 是特别看不惯 就觉得这个这个家伙怎么 又当总统了 是吧 所以说原来普京说给我二十年 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现在是普京强大的 俄罗斯虚弱了 是不是 现在情况是这样吧 俄罗斯去年1.6万亿GDP嘛 我们是12万亿 他是我们八分之一嘛 那确实俄罗斯现在国力是有问题的 那个 所以他们对普京现在是非常反感 那个 现在西方的舆论 还有战略家 基本上认为俄国啊 的管理者啊 就是一群克格勃 就是俄国是一个一群特务管的国家 这是他们的印象 而且特别还不老实 老在外面搞事 那个现在美国人就认为就是那个 俄国是干预那个 116年大选的 这个对 而且干预了那个 欧 就英国脱欧啊 还有其他几个欧洲重要的选举 当然就是他们也没有拿出证据来 就是单方面指责 俄国都否认 但是呢 好像美国就是西方的一般民众是接受这个说法 就是普京干预了我们的大选 然后他们都很生气 为什么生气呢 他有他的那个道理 就是西方都叫多党民主 是吧 多党民主也叫宪政民主啊 宪政民主呢 他那个实践当中啊 关键的关键就是叫定期选举 通过定期选举的多数票来找到民意 根据这个民意选择领导人选择政策 就是他整个practice 整个运作的关键 就是定期选举的多数票 现在普京这一捣乱呢 这个多数票找不着了 知道吧 比如说16年大选 美国决定那个最后结果的是11个摇摆州 美国是50个州构成的联邦制国家 其中有39个州呢 叫一党制州 就这个州啊 明显的拼向于某一个党 其他党甭选了 加州一般都是民主党 德克萨斯一般共和党 所以这叫一党州 真正决定总统选举命运的呢 是11个摇摆州 而美国六大情报部门 在11个摇摆州的机票系统里面 找到了俄罗斯黑客的痕迹 这就对他们提出了根本的宪法挑战 为什么 说我隔几年 我花这么多钱 就是要这个叫 这个选举的多数票吗 普京呢 不参加投票 他帮我们计票 对不对 这不是我傻眼了 这个 就是所有的多数票就不可信了 知道吧 就整个运作给我打乱了 所以他们气得不得了啊 那个 他不在讲 美国对中国也是生气的 但是没有那么气 是吧 他生什么气呢 中国人对他政治不感兴趣 哎 选谁选谁啊 中国都可以出好关系 中国这一点本事挺大的 所以我 所以你选谁 我不不管的 我不敢去 我不敢去什么呢 就你们家实验室的一个宝贝 是吧 我敢去这个 然后我们拿来就把它变现 这让美国人气得不得了 美国这个科技创新是最好的 对吧 但是美国产业创新赶不上我们了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个情况啊 科技创新不直接产生钱的 产业创新倒是钱 知道了吗 以前我们老说科技创新就行不行的 光有科技创新不行的 过去三十年 世界上最好的科技啊 百分之九十都是美国人的 美国人全世界引进人才 大量的投入 然后在实验室拥有一批最好的科技 大家现在傻眼了 他没有产业了 知道吧 所以他本来想要搞出来 然后就卖一个好价钱啊 结果呢 现在经常发现一个情况 说我刚搞出来 有中国产品上市了 知道吧 这把他吸得够价 这个 把他钱给抓跑了 这是他们对我们火大的地方 这个 但是他基本上认为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美国历史上也这么干过的 知道吧 美国脱欧洲的 脱英国 他也这么干过 他这么过来的 所以呢 摩世纪上讲 他很生气 但是他也没有那么气啊 但是对普京这个动作 他是气得不得了 这个 因为动摇他政治根基嘛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啊 西方内部有需要 然后对普京极其反感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西方很显然呢 对普京呢 领导的俄罗斯啊 他不是那么重视了 就看不起 就是他虚弱 对不对 而且应该讲就是普京 这个俄罗斯跟外部经济联系不多 所以他整他比较容易 不像中国就是本身快头大 他也不敢动 还有一个中国跟西方 现在真是形成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格局 比如中国对美出口 差不多有一小半吧 百分之四十多 是美国在华企业的对美出口 你这制裁不是制裁自己孩子吗 他就没法下手 知道吧 那个 所以俄国跟外面关系比较简单啊 是吧 所以俄国的国力不济 与外部联系简单 所以他们整他也比较容易 所以这是 就几个因素合在一块吧 大概就形成这个情况 就是出现了西方啊 群欧俄罗斯这个情况 这个 这个俄罗斯就 未来会外交上比较比较难受的 当然俄国应该是感谢上帝 就是说 这个最大的邻居 中国对他挺好的 对不对 大家应该看今天的那个凤凰网新闻 就是我们中国就这两天 派出两个副国际干部去了 一个杨洁篪 一个魏凤和 是吧 我们房长 国务委员就去了 这是俄国可以宽心的地方 这个 OK 这是三件事吧 是吧 讲完了 期货 朝鲜 俄罗斯 下面讲讲可能 对企业家更关心的 中美贸易争端啊 那个 中美贸易争端呢 它的那个 政治方面的原因呢 是这个 就是第一呢 就是美国今年有中期选举 十一月初啊 然后呢 这个 目前选情不 对共和党不是很有利 三月初的时候 在平西发展 有一个国会议员临时选举啊 那么原来掌握这个位置的人呢 是共和党人 那个 然后 共和党这次推出来这个人呢 也是比较有优势的 是那个特朗普总统的那个盟友 所以他们原来 觉得挺稳的啊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 以微弱的优势输给了民主党人 这个对特朗普本人的震撼是很大的 这个趋势如果不扭转 那么到年底选举的时候 很有可能啊 共和党至少会输掉一个院 现在两院啊 参院众院都在共和党人手上 但可能年底就丢掉一个院 他丢掉一个院 甚至丢掉两个院呢 那么这个特朗普后面两年执政就困难了 对不对 就成了叫博压总统啊 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他是不愿意出现这个情况的 对不对 所以他要想点办法啊 这个帮他挽回那个政治支持率啊 所以打贸易战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西方人内部怎么吵 单说只要对外 他们基本上都是团结的 你看这两三个月 他打他就打贸易战 他今年以来他不是就四个项目征税的吧 先是电冰箱对不对 然后是那个光复电池 然后是电解铝 然后是钢铁吧 打的结果啊 他的支持率涨了八个点了 是吧 支持他打贸易战第一原因啊 然后贸易战现在焦点是中国啊 那么后面有个原因就是 他现在新提拔的这些人 基本上对华都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敌视的 就这个决策班子现在对我们挺不利的啊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美国的金银城 两党金银城呢 就这两三年 从15年开始吧 对中国的态度总体来讲是趋向严峻化 那个大概是15年中开始 美国正在进行新的一轮对华政策辩论 那个辩论的起因就是觉得中国整个发展方向 跟美国原来的期待完全是对着的 很失望 这个 然后就觉得原来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 原来美国就是希望啊 让中国开放 开放以后呢 这个就像别的国家那样啊 开放然后经济发展 然后城市化中产阶级化教育普及 然后中产阶级一定要向执政党要民主 是吧 然后就民主化 就成为西方政治体系一部分 然后外交上就跟着西方 跟着美国跑 成了美国的小跟 小吹本小跟班啊 人家对中国期待是这样的 就72年的一个种访华啊 一个原因是找中国帮忙对付苏联 这是地缘政治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 美国经济层普遍有个期待 说如果 这个 中美和解就可能导致中国开放 然后呢 开放的结果必定是城市化 中产阶级化 教育普及 然后根据美国在 拉美 欧洲 中东 非洲的经验啊 这个中产阶级起来以后一定是要民主的 是吧 然后政治上就成了美国体系 外交上就成美国的跟班 所以当时最早这个中美和解 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了 但是到了15年 美国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个 15年就觉得中国前面走的都挺顺 开放 然后那个经济发展 是吧 然后城市化 中产阶级化 比如现在推上我们中国中产阶级 已经是超过5亿人了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 是美国的两倍 这个 附带讲有一些印度朋友不服 其印度说他的中产阶级比我们多 那是非常搞笑的 在印度那里啊 这个日收入三块钱就叫中产阶级 三个美元 他妈的在这就是打个车的个事 对不对 是不是 三美元怎么好意思要中产阶级呢 是不是 二十块钱不到 这个 在北京这个 这是什么工作着不着 对不对 那个 这不就是六百块钱一个月吗 是不是 一天二十块钱 怎么好意思要中产阶级 那就印度中产阶级标准啊 印度这个数据都是很可笑的 他比如说脱盲 他的标准低的不能再低了啊 因为卢比上面有15种货币 任何一种卢比上的货币 就叫官方货币 对不对 你能用那个 说错了 就 卢比上面15种文字 都是官方文字 对吧 你用任何一种文字 能签你自己的名 你就脱盲了 这么低的标准 印度成年人 还有45的人是温盲 可笑吧 那个 就严肃 严肃一点讲啊 就是按照美国人标准 中国就是5亿人中产阶级了 是美国的两倍 美国是3.12亿公民 其中1000多万是富人 对吧 6000万是穷人 穷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个奥巴马 就是他完全没有医保 所以奥巴马要帮他们 有一点医保 就那种人 所以这个国家 6000万穷人 1000万富人 所以剩下2.4亿 就是中产阶级 咱们中国是两倍于他 这个 所以前面都挺顺吧 按照美国人期待发展 是吧 开放 城市化 教育 普及中产阶级化 然后我就开始失望了 他发现中国中产阶级 对民主化不感兴趣 大家就是希望要第二个儿子 第二套房子 对不对 他这个他们气坏了 中国中产阶级太熟气了 没出息 就对我们社会很失望 然后对我们政治也很失望 他希望原来中国民主化 在社会压力之下 结果他发现中国共产党 现在走上了 他们认为叫强人政治 是吧 或者叫新权威主义 就跟他这个期待完全是反着 所以现在美国战略界 对我们是非常深刻的失望 所以这是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看严重一点 道理就是这样 就是现在来了一个老兄 这个老兄那个神秘莫测 脾气很大 不太好预测 他周边的人呢 对我们很有敌意 然后关键是美国整个政治经营 呈现的我们态度都变坏了 对不对 在这个背景下呢 就是说他一定要整我们的 然后其中呢 贸易是他 就是切入点 其他还有别的 像什么南海啊 东海啊 台湾啊 印度啊 他都会去捣乱 但是目前那个切入点就是贸易 贸易呢 他一直在嚷嚷 说我们操控人民币汇率啊 等等 一直在嚷嚷 但是呢 前面呢 就是 动作不大 然后第一个大 就比较正式的大动作 还就是上个礼拜四 三月二十二号晚上 华盛顿时间 他发表了一个政策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就建议 这个 如果中国不做大的浪步 那么他就对 中国出口美国的 价值五百亿美元的货物啊 征税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美国人说呢 就是我们那个 对美出口去年是五千三百亿美元 是吧 他基本上就是对我们的那个 对美出口的十分之一货物征税 税额从十到二十五不等 这个 那么你要算那个二十 就平均算二十的话 也就是说 他会从这五百亿货物当中 征一百亿美元的税 就这么一个概念 那个 那么 但是呢 那一天其实还没有启动贸易战 只是威胁要启动 所以其实从那一天到今天呢 其实是口水战 不是正式的 但是两国媒体都在有意的挑事 知道吧 所以就说哇 美国已经是吧 启动贸易战 对吧 你看好多那个那个那个网站都是这么说的 3月22号 说美国启动贸易战 不对的 实际上他还是只是威胁启动 还没有正式启动 因为这个 这个政策备忘录是这么要求 说 UST啊 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说你给我去研究 你给我找到一些项目 总数是500亿美元 然后这个项目呢 一定是这样的 就不要伤我美国的民众和产业 但是专门伤你们中国 就是要研究这个玩意儿 他们正在找 他们估计说是最后找到大概是1200多项 到1200到1300 他有这些项目 那个 嗯 然后呢 根据他那个要求呢 就是4月7号 当地时间4月7号 他要宣布这个东西 宣布完了以后 要给社会讨论一个月 但是昨天我看那个韦伯罗是商务部长讲的 哦 说说莱泽西特 就是那个UST啊 那个美国贸易代表 相当于咱们这个外贸部部长 昨天他说的 他说一个月可能不够 得两个月讨论 是吧 所以大家从那个逻辑上推 是不是应该是到6月7号去了 就要正式动手 是到6月7号 他为什么老推呢 其实他还是想那个 逼中国让步谈 而且 6月3月23号就 他宣布那个政策不让路 第二天是不是韦伯罗是有个讲话 正式的讲话 他说是这样的 我们不想打贸易战 是吧 那个我们还是要谈判解决 然后提了一个很具体项目 比如说 中国现在开始就可以多买我的天然气 他在讲这个 那个 这是双赢嘛 他现在天然气过剩 我们 我们现在缺嘛 这个 这个肯定可以做到的 我们中国很愿意买 美国天然气质量不错 而且供货很 很讲信誉的 这是中美以后合作的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增长点 那个其他供货方不太 不太诚信的 是吧 是不是今年冬天偏冷啊 偏冷以后我们是天然气需求 加上各地 为了环保 加快那个煤改气嘛 后来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说气没了 是吧 气没了呢 有一部分是原来规划不好 还有一部分 就是中亚两个国家耍赖 就是那个 我们 我们在新疆呢 那个中央 中亚有两条线 一条呢就是哈萨克 一条是叫土库曼斯坦 然后他们去 按道理就一年给我们1.5万亿方 对吧 去年他们都给他减到7000亿 然后说什么呢 说他们那个管道年久失修 说那个 你们要那个的话 你得再增加投资 帮我再修一下 后来呢 因为不是国内缺气嘛 后来克强总理专门飞了一趟 为这个事 跟他们的总统见面啊 做工作 然后他就恢复了工期 20天 说明管道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不对 管道是好的 但是他管道不行 所以风就 就平白就给你断了一半的气 这你弄得哭笑不得 那个 其实他就想涨价 他就蹭了这个什么 蹭了那个 我们去年那个天气冷啊 需求高啊 最近不是开春了吗 天气恢复了 他现在恢复了 所以这帮兄弟们呢 他穷也是穷得有道理的 他耍赖 他不遵守这个协议 他耍赖 那么如果以后 比如说美国这个油气供应 就是做得比较好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挺好的 所以 这是可以以后 我们共同琢磨的一个事 OK 那么 刘亦时报最新的报道呢 说是 可能是下个礼拜 他的财长叫穆努钦就来 但来的他不是善意的来 他就是威胁来的 他来拿了一个单子 就让我们做好多浪步啊 那个 他报道很多 项目很多 我归纳一下是四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呢 就让我们中国一年时间 给我减少一千亿美元的顺差 去年我们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是 三千七百五十亿 这个数字确实比较大 因为美国总的那个 贸易市值七千亿 你中国占你一半多一点 所以他看了水 搁的水也是挺老火的 是吧 那后来他就要求我们 一年减一千亿啊 怎么减他不管 你们人民币升值 或者你自愿的 就自动的 叫做自愿减少出口 是吧 或者你就是 你自己去找 在美国好东西多了啊 那你去找 你来买 对不对 反正具体落实我不管 目标就是一千亿啊 一年一千亿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知识产权 就是从现在开始 不许玩那个叫什么 市场换技术 是吧 中国人来老玩这个吧 他是不许玩 这个这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则 用庞大的市场 做诱惑 威胁我的公司 帮宝费给你 因为美国现在越来越 就是 就是 担心那个 他的技术优势没有了 是吧 现在那个产业 他不行了 产业他体系不完整 而且他劳动力质量很差 美国还是有些年轻人 都是那种 amigo啊 黑人啊 还真不行 知道吧 还真 真是就 竞争力是不行的 那个 美国有一个挺逗的一个人 叫乔治布凯南 George布凯南 这个人呢叫共和党小猎权 他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 每年大选他都参选 然后他说 我知道我一点戏都没有了 他重在参与 那个 他目的是什么 要把那个经济民族主义 声音弄出来 然后他经常说一个话 说为什么芝加哥的黑人失业 是四川的民工 抢到里面饭碗 那就应该抢 他那个黑人又傻乎乎的 一百块钱给他 你买95的东西 他都算不出来 数学不好 知道吧 然后还懒 他一天给你好好干两小时 就不错了 这个 OK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 他那个产业以后是有问题的 包括你家潮德网去投资吧 其实不太顺的 他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人 这附带讲 潮德网去的是必然 因为那个他是做汽车玻璃 汽车玻璃啊 必须在汽车厂旁边 知道吧 否则你从中国运过去啊 成本很高 而且很易碎嘛 他就得在那个厂旁边 知道吧 到他现在的问题啊 你看他工厂的工人呢 一半是70岁以上的白人呢 你怎么延续啊 对不对 干个五年肯定就 那不要说退休就人没了 那个 是不是 退休不休啊 这个人没了 然后你找那个黑人呢 阿米国还真不行 知道吧 这是美国的问题 产业不完整 劳动力质量很差 所以就是没税 就是地很便宜 你赚不着钱啊 知道吧 那个 所以现在美国越来越 以赖他剩下的优势 就是知识产权 然后呢 对中国在这一方面 他现在忌讳很高 中国 其实那个发明的国家 很多国家都玩这个 叫市场换技术 对吧 但是他现在好像对中国 准备忠实 不跟你玩这个了 别的还继续玩 像印度啊 南非啊 巴西啊 你就技术给你 你也不会做啊 对不对 中国人看一眼就会做 做得比得好 所以他就不给你了 这是他现在第二个 就是再不许拖我东西了啊 就是知识产权啊 第一个顺差 第二个是资产权 第三个呢 叫market access 就是叫市场开放 那个 他现在主要想要两个市场 再开放一点 一个是金融 一个是电商 咱们国家多年发展以后呢 我们金融市场啊 股票啊 债券啊 期货啊 市值已经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了 所以我们属于大肥羊了 他觉得养的够肥了啊 然后呢 他就说我们不够开放 他没有赚钱的机会 咱们中国大概现在是 发展中国里面 发展中国家里面 我们算开放的 知道吧 我们 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这个 叫做 这个自由度的 你像 你到埃及 像华为在埃及啊 在SFB啊 这个这个 赚了很多钱 那个钱拿不回来啊 只能想办法当地花啊 所以华为 你看那里楼盖的多漂亮啊 成了地标 他说没办法 我钱没地方花 每年赚很多挨棒 他说 那一点用都没有的 这个 知道吧 咱们好歹 还是有一部分自由流动吧 我们其实属于第三世界国家 就发展中国家里面啊 是比较开放的 但是呢 原没有达到美国的标准 我好像是给外资 比如说控制 控股那个保险公司银行啊 是有一个比例 具体比例我忘了 是不是是25是吧 20还是25 而且一家不能超过15 好像这样 就总计不能超过25 然后一家不能超过15 他就觉得不爽了 他要51 他来控股 因为美国那个金融 竞争力很好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家很有钱 然后他竞争力又很好 然后你这个门开的又不够 所以他现在琢磨着 要我们这一块给他开放 这个 另外就是电商 电商咱们中国现在世界第一 我们电商发展的速度最快 首先就是规模已经最大了 截止到去年底 我们电商啊 世界第一 美国第二 英国第三 日本第四 可是他们三个老兄 二三四名 加起来的总额 没有中国多 然后我们电商这一块 还不怎么开放 所以他气得不得了 是不是钱金给马云 马化腾 刘江东给战袍了 不让我赚 那还那还行 所以他要不开放电商市场 那个这是他现在的 那个第三个目的 第四个目的呢 就是盯着我们国家 那个叫 叫中国制造2025 那个计划 我们15年搞的 是柯强总理搞的 就是好像用十年时间 在十个未来很有前途的 那个那个产业啊 芯片 机床 海洋设备 那个还医药什么的 就是有十个方向 是说我们要要赶上去 要做的事就比较前列啊 现在美国对这个气得不得了 说你这是国家行为 他现在要求就是说 这十个领域啊 你可以发展 但是国家不许偷钱 知道吧 不能像体育那样搞 叫举国体制 那不行 让市场自然的发挥作用 他现在就是 就是就是对我们的内部政策 进行干预 这是他现在的四大要求 那个 我个人推算啊 这个 可能最后是妥协吧 那个 我们中国会做一定的浪步 但是也会进行反击 因为中国也是有一些反击的牌的啊 比如说 呃 在货物贸易方面 美国呢 每年还是要给我们 卖一千五百多亿美元的东西 是吧 主要四大项 第一芯片 第二农产品吧 第三汽车 第四是那个飞机 对吧 他有四大项 总额也不少啊 一千五百多亿啊 比如我们少 我们给他五千三百亿 他是一千五百六十亿 我们是他三倍 但是也是很大的 知道吧 也是很大的市场 那个另外呢 服务贸易 他是绝对顺差 是吧 我们就是在美国的服务贸易当中 我们是第一 是他的第一大顺差来源国 这个 呃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些报复手段的 是吧 我们可以第一就是告到WTO去 他这些做法啊 肯定是有很多是不符合WTO的 我们可以告他去啊 让他在道义上有一点难堪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就就双边反 就是双边关系里面反击 另外呢 我们可以那个 就可能也可以正好借这一次贸易战 再进一步让我们出口多元化 就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啊 新兴国家 那个市场再给多开拓开拓 这个 就我们肯定呢 是又斗争又妥协 应该是这样 呃 就不会全盘接受他的要求 但是我个人估计呢 一部分要求可能会会接受的 这个 比如人民币啊 可能会得升点值 不会太多 但会升点 给他一点面子啊 然后呢 我们出口 某些项目可能自我设限 也是可能实现的 另外可以 就是 就是想办法多采购一点 他的东西 现在好像有一个方案已经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芯片呢 是中国进口第一大项 2000多亿 石油是1300多亿 好像现在有个规划 就是说把那个给 原来给韩国啊 还有我们台积电的那个订单呢 日本的订单就给美国了 把订单就这么多 然后这个老大厉害 我就多给他们 是不是 然后这兄弟穷 就活该了 这是 这是影响不大 我总额 总需求在这嘛 我就把订单呢 就是 就改一下 这个 所以 我估计最后大概就是这样 就美国呢 要求低一点 哈利开口 1000亿 那太荒唐了 最后谈谈谈谈 200亿 也行呢 所以200亿 我觉得中国是可以解决的 对不对 那个 OK 这是第一项啊 叫 减贸易利差 对吧 大家都浪一点 他别要那么多 我们来努力努力啊 给他减个几百亿 是可能达到了 资产权这一块呢 我估计也会有点妥协 是吧 我们肯定会做一点承诺 以后 强行的那种市场换那个 技术那个东西 就少做一点 这个呢 也符合我们中国的那个 未来需要 我们中国还就得 往那个创新型经济转吧 至于说金融市场和电商市场开放 我估计也有可能开一点口子 比如说 金融市场 外资控股的比例 从25降到35 我觉得肯定性是有的 是51肯定不可能 是吧 但是比如涨到35是有可能的 这几年啊 外商其实也进来一些 它表现并不是很好啊 外商银行 是不是 那个而且适度的 增加一点外来压力 有助于我们银行业改革 对不对 这个 另外电商也是这样的 就是适度的开一点外资 还是有助于我们现在这个BATJ 他们改进下一步的服务啊 什么东西 所以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讲 开放一点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最后那个 那个东西呢 就是说政府不许补贴 那个未来的十大行业 那个我估计我们中国不会答应的 我们还得去做 这个 所以最后他还要是会有点制裁 而且就是集中在那个什么 那个十大产业方面 事实上那一天 3月22号 他政策备忘录里面已经暗示了 他以后要制裁的 主要是未来中国要升级的那几个产业 这附带讲啊 咱们23号啊 3月23号是不是外贸部发表了一个 30亿美元的一个制裁方案 他一看挺奇怪啊 什么钢果啊 鸡爪子那些东西 很多人很奇怪 不是看这个结构 美国制裁我们是先进的机床芯片 这一边是鸡爪子 不是什么是 是农业国向工业国挑战 是吧 这其实是物极具竞争力的 美国农业的竞争力世界第一 这一点必须承认 他这个产品质量又好又稳定 那个又便宜 我们中国农业 要完全敞开搞不赢他的 那个所以第一 他农业确实是很好 第二呢 他的工业啊 真正厉害是高端 是不是 你看我们机床啊 白色家电呢 那些鬼东西啊 好多那个核心部件还是人家的 是不是 就我们现在低端中端 我们制造业的低端中端是不错的 高端还是比较欠缺的 实际上美国呢 实际上是高端制造业强国和这个农业强国 他是这么 他是这样两强 是吧 我们中国占到制造业的中端那一块比较强 这个 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段子给真的那个给迷惑了啊 那个 所以大概我大胆推算就这样 就是这一次中美贸易战最后呢 很可能啊 就是规模很小 打还是要打的 规模很小的 眼前这些闹呢 大家不要太紧张 这个 美国四大要求 减那个利差啊 最后一妥协收场 知识产权 妥协收场 市场开放 妥协收场 而且我觉得我们做的妥协 应该讲都是算过的 就是不 其实对我们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伤害 反倒有助于我们那个进一步开放 但可能最后谈不拢的就是那个 我们那个中国制造2015那十个产业 他要打我们 然后我们中国不会拉 那个 然后附带奖呢 我推算啊 他最后还是会有一点小制裁 就集中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中高端产品对美国的出口 这个呢 还是对我们的不太有利的 为什么呢 如果比如说我们要升级的这些产业啊 那个产品呢 都不能进入美国 那么因此 是不是那个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 就不会投到一些产业里面去 只好靠你国家对对不对 原来其实克强总理 他们有个算法的 说老子投一块钱 是总值基金 能引入四块以上的那个社会资本 知道吧 他等于是个总值基金吧 但是美国人这一闹 有可能那个 那个总值就没发芽 知道吧 这总值就是总值那个样子了 就是外来 社会资本和那个国际资本就进不去了 有可能有这种效果 他不会终止中国的进步 他可能会减缓你的进步速度 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效果 OK 关于这个当前热点 我就讲到这了啊 时间已经不对劲了 那个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当前国际形势的长期特点说一下 那个国际形势长期特点呢 我用三个字归纳 就叫不确定 英文叫uncertainty 这两年呢 我去欧洲去美国 或者我在这里接待欧洲美国的朋友呢 好多人呢 都都跟我说说 那个 the only thing certain is uncertain 现在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 这还不是矫情啊 不是那种这个文影系列矫情 表现这些 他是真是感觉困惑 他看不懂 他不要说世界看不懂 他说国内我都看不懂 那个 那么 世界不确定的那有三个表现 第一个表现呢 叫逆全球化 英文叫the reverse of globalization 那么这里嘛 我先解释一下 globalization 就是全球化啊 全球化有很多解释 我的解释呢 主要从经济上讲 就是他在经济的驱动之下 出现了国与国之间 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 那么后面的具体机理呢 就是 是经济的三要素 跨国界流动 古今中外啊 所有的经济活动呢 都是由三要素构成的 这里面学经济学 搞管理都知道的是吧 首先是劳力 其实是技术 然后是资本 知道吧 就古今中外 所有的经济活动 都是这三要素构成的 对吧 然后呢 全球化呢 就是让这三个要素啊 跨越国际进行流动 从而使三个要素 能够在更大的地理范围之内 进行合理配置 是吧 然后从而就可以使得 人类的总体经济效率提高 经济效率提高 最终是不是可以反映成 人类福利的提高 是不是 全球化理论上确实是好的啊 实践上呢 一般来讲 全球化凯歌行进的时候啊 世界经济是比较繁荣的 然后国与国的经济联系加强 人与人的交流也在加强 然后它就会减少误解 冲突就会减少 所以理论和实践都是可以的 如果咱们中国的 那是尤其可以 知道吗 咱们中国应该是讲 过去三十年全球化最大赢家 全球化五百年前 地理大发现就开始了 但是过去三十年 就是冷战后期和冷战 结束以来的这三十年 绝对是全球全球化的高潮 凯歌行进的三十年 而恰恰是三十年代 中国又改革开放了 所以中国啊 祸益良多 咱们国家七八年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啊 总贸易额还就是 两百亿美元左右 全世界排三十几位 然后你就看我们的位置 通通通往前穿了 知道吧 09年出口第一 13年进出口总额 超越美国世界第一 然后就稳稳当当世界第一了 这个 你说三十几名跑到第一名 你不是赢家谁赢家 对不对 那么赢的后面的原因 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谁 但下面必须感谢美国了 过去三十年 全球化凯歌行进的 第一推手就是美国啊 这种美国拿个大棒子 或者拿个大胡萝卜 胡萝卜加大棒子 逼着一个国家市场的开放 知道吧 开放我们产品又好 碰碰就赚钱了嘛 机会是均等的 我们也开放 他们也开放 但是呢 我们产品确实比他们好 所以我们就赚钱了 附带讲 就从国际贸易的竞争力角度来讲 过去一百年 中国人对自己评价 肯定是错的 对不对 以前我们对自己看得很低 就是中国人最坏 最傻 最懒 最笨 最脏 现在看来胡说八道的 中国人相对是比较优秀的 知道吧 就是这三十年就证明了嘛 大家都开放 凭什么我们赢了 那个哈佛大学啊 政治系有一个老师啊 叫伊安江斯坦 加拿大一美国人 中文名字叫江一恩 我跟他认识三十年了 好朋友 他被公认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 第六代领袖 他老跟我开玩笑 说金娜 你们中国人呢 具备了成功的全部要素 第一就是肯干 知道吧 觉得这个项目能 能赚钱呢 几天几夜不睡的 知道吧 是吧 这是个事实吧 你觉得项目好 真是肯干啊 第二能干 他他干还真可以干出事来 第三个就是没宗教管子 没规矩 什么都敢干 你知道 这三个要素不是 都是成功要素吗 肯干 能干 敢干 后来他说 上帝要不给你们搞点缺陷 我们其他人类就没法活了 他什么缺陷呢 第一 就中国人不团结 每个人都牛轰轰的 很难管的 主意特别大 第一不大 第二就是特腐败 所以我们就可以活下来了 那么光讲前面一部分 中国就是挺能干的 知道吧 你想 就在美国人驱动之下 全世界那个 很多国家市场开放 然后进入全球化高潮 大家都开放 可是我们赚钱了 是不是 说明我们竞争力是可以的 是吧 那么 这是基本情况 就全球化 过去三十年 凯格行进 那么咱们中国呢 是比较成功的 把握着机会了 然后呢 就贸易排位啊 说三十几位就跑到第一名去了 是吧 赚了很多钱 那没有这样一个市场开放呢 其实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么成功了 好 然后下面就是必须承认这个 这个 这个 全球化的推手是美国 是吧 那么现在这个立全球化 恰恰就是因为美国 就美国来了一个商人总统 地产商总统 算小账了 他就不干了 这个 其实在他之前呢 美国的经济层 已经开始发生潮流变化 就是觉得这个过去三十年 中国老大美国变车 美国吃亏了 这个是 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有了 所以在奥巴马时期 他已经开始 不怎么用自由贸易 而转向了公平贸易 我是 注意到就是说 在奥巴马执政八年 他在四个 电视节目里面抱怨过中国 他怎么说呢 过去三十年都是我们美国人 哎呀 在世界上啊 出钱出力 流血流汗 平定暴徒 然后一恢复秩序 中国人就去摆摊 而且从来不交管理费 那气死了 所以其实美国的心理转变 早就发生了啊 但是呢 现在就是来的这个商人总统嘛 而且比较有个性 他就比较讲的特别直白 他就说这个 算账的话 我们美国人吃亏了 是吧 现在得重新算 这个账 得重新算啊 于是呢 就出现什么结果呢 这个老兄自去年 一月二十号执政 他就老退出那个 就美国人自己创立的国际体系 是吧 他一月二十号执政 第三天 他就退出了日本美国共同推动的TPP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 对不对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 退出了奥巴马总统啊 努力推进的一个东西叫巴黎气候变化协议 对不对 一个月以后退出了UNESCO 就是联合国交科文 对不对 再晚一点吧 他又退出了那个全球移民公约 对吧 这是这真的退出了啊 然后威胁退出的就是美国伊朗核协议 还要修改那个拿福塔北美自贸区协议啊 还有跟那个韩国啊 哥伦比亚重新谈那个双边自贸协议 对吧 所以中国网民有个很好的形容 说现在世界上这个群组啊 老退群 这个群就乱了 对不对 他光退群还算了就乱吧 他现在 其实他今年以来就真的搞制裁啊 是吧 我刚才一讲讲了四个的吧 冰箱 光复电池 电解铝加钢铁 所以第一他不推动了啊 退群 第二他还老打仗 搞贸易制裁 所以往回退 知道吧 所以这就叫reverse of globalization 就是利全球化 这个 而这个东西呢 对世界上是不好的 他带来不确定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那个不确定的来源 也是直接的 也是表现 又是直接来源 又是表现 就是fragmentation 就是碎片化 这个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个理论啊 就是我认为啊 越是现代社会呢 它本身呢 就越碎片化的 但是 现在加了一个网络 就更加碎片化 对人类的管理 就形成了很大挑战 我的理论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现代化以前 其实人呢 就不是那么水平化的 这个人呢 那个时候都是 集群而居的 就在欧洲是庄园 咱们这是村庄啊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啊 人呢是不安全的 对自然 对他人都不安全 是吧 那个时候的人呢 就不像现在这样啊 打拖拉机啊 什么坦克啊 都有啊 那个时候没有的 刀跟火种 所以大部分那个自然 我们也不了解 知识水平也很差 知道吧 又不了解 然后征服能力很很差 就比如 待在咱们中国江西啊 你就得找一个 相对平的三号待着 而且的几百人一块 真的不能一个人往外走 知道吧 出去就被动物给吃了 真的吃了 那个时候出去都得 小伙子 拿着那个 那个那个 枪棒往外走 你们女的真不能出去 一出去就就给吃了 真的这个情况 这个 是吧 那个时候疾病 你也不行 是不是 洪水 都不行了 是吧 然后战争也是频率很高 生个孩子 寄疗不行嘛 那个时候生孩子 对女士很危险的 难产率特别高啊 那个 OK 这是对 自然 对不对 现在 工业化了 我们地理 知识很广 人现在能占的地儿 全占满了 是不是 然后必须立法啊 给人家可怜的动物 留一点保护区域 现在不是老虎吃人 是我们吃老虎 知道吧 对不对 现在我们中国又是吃货国家 那些富人无聊了 说老虎没尝过啊 尝尝吧 对 拿着枪就把你的老虎打死了 什么动物都给你打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疾病什么控制 都比以前好啊 还有就是他人 以前古代啊 老是战争 或者像中国这种帝国 相对战争少 或者帝国时代少啊 我们中国历史 大概是三分之一 是战争时代 三分之二是和平时代 跟欧洲跟中东比 我们的频率是较好的 知道吧 他就是在帝国时代 也是天高皇帝远了 到处都是三代王 是不是 九文龙死尽 战个二龙三 现在你敢 对不对 你不要说战个三童 你战个街角 一会儿武警就把你逮走了 是不是 就现在有法治了 知道吗 政府能力也强了 所以今天的人呢 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知道吧 跟古代比 那是安全的不知道多少倍 当人挺逗的 能够搅起来 你只要安全了以后 人就开始张扬个性 就我要 我要 我就是要 这一定导致 人们的那个观念多元化 另外现代化导致城市化 城市化呢 就人就会脱离 世世代代居住的乡村 人就变了 城市人跟农村人 是不一样的 城市人是孤独的人群 原子化的个人 1956年 美国的那个社会学家 叫戴维里斯曼 戴维里斯曼 就写过一本书 名字就叫 Lonely Cloud 孤独的人群 就是讲城市人 现代城市人 大家跑到北京来 哇 很热闹 同学很多啊 喝酒啊 然后一个人 孤丁丁丁回去了 心与心很远的 知道吧 那个 特别 以前 住职工家属 学好一点 现在住商品房 坐了五年 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 很多这种情况 另外就是现代化 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强调分工的 现代化是人类效率的提高过程 而分工是提高效率的一个办法 所以现代化特强调分工 分工必然带来利益的分化 对不对 而利益分化必然带来观念的分化 我们老说屁股决定脑袋 就是利益决定你的那个价值取向 所以总的来讲 就是以 现代化本身是带来社会分化的 所以现代管理特别强调意识形态 统一性 要构建人为的意识形态 否则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知道吧 好 这是随着现代化进程 必定有的一个事 是吧 但现在呢 又有个东西加剧了 就是网络 网络这玩意儿呢 原来是美国军队内部的一个通讯系统 后来民用化 然后就有了今天我们离不开的网络 它很有魅力 因为它上面的信息非常的丰富 这个传播特别快啊 信息又丰富又快 然后呢 那个 它会带来新的业态嘛 比如共享经济 那个支付宝啊 那个网络可以带来好的东西 所以它有它的优点 有它的便利之处 于是它就蔓延得很快 当今世界大概一半的人类啊 是生活在网络世界 咱们中国呢 所以网络也比较发达的 我们是70%的人生活在网络里吧 现在大家都有网络依赖症了吧 要手机这会忘带了 或者找不着了 你还听什么课啊 对不对 助理不安 满世界早去了 是不是 这个 好 网络呢 有它的便利之处 因此它就扩展啊 扩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啊 咱们是百分之六七十在网络里面 世界是百分之一半 它就带来政治后果了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 网络是有挑战的 网络有好多挑战 我自己列举主要的几个 第一就是网络是化解一切权威的东西 以前所有的权威都是靠信息垄断来维持的 比如政府政治权威 经济权威 我们包括我们学术权威都靠这个 说我懂你不懂 你傻眼了吧 现在有了网络一说 我凭什么不懂 你知道了 我马上就知道 他把那个信息垄断给你打破了 知道吧 所以网络是化解权威的 这个 还有呢 网络有一个比较 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网络上的信息啊 和知识啊 都是碎片化的 浅层次的 网络上最流行的就是那种俏皮话 知道吧 就是那个鸡汤文 狗屁营养都没有的 就是自来水 加一个鸡精 然后他喝的很爽 然后大家很美都喝 其实一点营养都没有的 产生网络依赖症的孩子啊 绝对不会再去看民主了 知道吧 现在哪有什么小孩子去看 安拉卡列尼拉战争和平 谁看呢 除非老师说明天要考试啊 大家去看一下 他否则根本不看的 也没时间看 对不对 因为网络导致什么 这一代人 他那个思维是浅层次了 知道吗 泄露 非常浅层次的 碎片化的 快餐式的 没营养的 这是一个啊 去权威 浅层次化 还有一个极端化 就是所有在网络以前 就人类 所有各国人类 其实都面临一个问题 缺信息 可是网络的信息是过剩的 当然里面质量90%都是垃圾 但是他是过剩的 于是带来一个问题啊 在网络上啊 极端的声音占上风 因为信息太丰盛了以后 你必须讲的很极端 你才有流量 才能吸引眼球啊 是不是 很多网络大咖 私下是非常瘟瘟尔雅的 谦谦君子的 上了网络就成了一个流氓 知道吗 这个神经病 讲一些奇葩的话 雷人的话 骂人的话 网络不利于建构起 理性的讨论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网 我是喜欢看网的 现在网络上的左右两派 不存在讨论的空间 完全不存在讨论空间 上来就是骂人 知道吗 都说对方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 没有最傻 只有更傻 对吧 然后说讨论问题 结果一上来就是 互相问候对方的老妈 问候几圈 然后各自收兵回营 就就就 没有理性讨论的空间了 极端话 另外呢 网络呢 还有一个危险啊 挺大为 对年轻人呢 就把人变成机器的依附者 机器奴隶 像我们没有网络的时代 读的书 我是80年复旦读的书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嘛 我们上课就得认真听讲 那时候也没有录音笔 什么都没有 听完就完了 没有在后面的机会了 知道吧 下课去图书馆看名著啊 看那精彩之书 我们都会做一点卡片的 你看记忆一次 做卡片记忆一次 或多或少啊 就把你好的思想 你就拿了一部分 就变成自己的吧 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 他根本就不记忆了 他知之为知之 不知就谷歌之 知道吗 他不懂了吧 碰谷歌上找答案 然后形成习惯以后就麻烦了 他不会思考了 有问题就找谷歌 他以为他都懂了 其实他不懂啊 他是全部知识来自于机器 是不是 这后他是不是成了机器的附庸了 这后我再讲一个 就是网络对政治的挑战 而且是最大的挑战 就是网络导致人们在 对真相或者真实的认识上 永远不发达成一致了 网络的一个优点 同时他的缺点就是网络是容许你自己去寻找你的信息的 在网络上你可以选你喜欢的信息 然后现在资本又在利用你这个弱点 夸大你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我们在看网的时候 你点击的时候啊 腾讯他们在收集你的信息 知道吧 所以你喜欢 你是旅友吧 他就告诉你啊 卡拉斯什么的 你是那个狗粉猫粉啊 他就给你送那个 他给你推送的 那个 然后你以为这个信息就是 是你观念跟差异啊 这个群组肯定把他踢走了 他呆着也不舒服嘛 就走了 于是越来越纯粹纯粹啊 最后比如这个群两百个人 基本价值观一模一样 然后就开始自我洗脑 自我欺骗了 只要你讲个话 这个话很烂 接着一帮那个微友啊 都给你点赞 讲得好 然后你真觉得挺好 然后觉得真理在我 其实你跟真理越来越远 知道吗 这是个自我欺骗的过程 每一个群呢 其实看到的都叫选择性真相 整个社会呢 就没有真相了 所以现在有个大问题 全世界都有 就叫post choose word 就是护真相时代来了 永远找不着真相 尽管信息是极其的充分 但是没有用 你无法把握真相 一个社会 连什么是真实 你都搞不清楚了 你怎么管理啊 对不对 这就是 碎片化 第三个直接来源 也是表象 最后就极端化 这个当今世界 所有的宗教地区 极端分子的比例 都在急剧的上升 比较典型的就是穆斯林 其他宗教同样如此 西方人特别注重穆斯林 所以那个关于穆斯林的 副院新闻特别多了 但是没有受到西方媒体 关注的地区 同样如此 比如说印度 印度是印度教的发源地 85%的印度人 属于印度教徒 印度现在人口 大概13.4亿 也就是10亿多人 都是印度教徒 然后呢 现在这个印度教的情绪 很高 高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印度教政党 人民党一党都大 印度这个国家 47年建国 谁领导他们建国 国大党 是不是 国民大会党 国大党可是个 世俗主义政党啊 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 现在国大党是不是在 这个印度政局里面 边缘化了 现在执掌印度政局了 而且一党独当的 叫印度人民党 印度人民党绝对是个宗教党 它的宗旨就是弘扬印度教 在全世界弘扬 首先是在印度巩固它 然后全世界弘扬 这是一个情况啊 就印度社会宗教化 向印度教转化 然后在印度人民党里边 现在占上风的是谁 穆迪这一派 穆迪本人是一个 虔诚的印度教教徒 身体力行 这个老兄年轻的时候 在父母安排之下 结婚了 然后就是在婚礼现场 见了他太太那一面 然后白白就从来不见面了 现在老太太快妻子了 所一辈子活寡 很残酷吧 但这个老兄本身对自己也很严格 他也不进女社 他们外面也没有绯闻呢 他就是真的信的一个东西 天天工作 回去就练瑜伽 就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因为现在印度教政党执政 然后里面的执政者又是很 很那个什么极端的 因此现在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 在印度非常厉害 导致什么 他们现在就是欺负那个其他宗教派啊 包括那个基督徒啊 佛教徒啊 希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呢 这国西方媒体现在不报道 犹太教 以色列啊 犹太教现在执掌的 这个这个这个集团叫什么 叫利库德集团 利库德集团什么人 从德国移民过去的人 他们经历过那个希特勒的大屠杀 所以对人性是非常悲观的 他们就认为啊 人性是靠不住的 能靠住的就是我自己的力量 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帮那个 那个比较极端的这个宗教徒 犹太教徒啊 然后呢 佛教啊 佛教呢 那个现在你看缅甸 缅甸的那个佛教徒 打那个罗西亚人 少数民族也挺凶的 然后基督教三派啊 你看那个东正教 比如俄罗斯所在那个地区 那个光头党是不是很厉害 比欧洲西欧厉害吧 打外国人 然后西方呢 是两派基督教和天主教 现在里面的极端分子比例 都在急剧上升 这个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就是但凡是宗教地区 现在极端化的那个群像 都在发展啊 我告诉大家 从这个这个角度来讲 实际上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儒家地区 就是东北亚这一块 中国大陆 四小龙 日本 还有越南 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 人的竞争就是这个 世俗的利益竞争 就是想多赚点钱 就是money money go my home 他们呢 他们除了世俗利益竞争 他还有一个诸神的战争 知道吗 他说我的上帝真的 你上帝假的 老子要打你 打死你 还不妥协的 除非你投降 否则不妥协啊 所以他那个矛盾 比我们多 知道吗 他多了一个诸神的战争 对不对 那个 就就这一块啊 极端化来讲 这个地方还 这个地方还 我们还比较幸运的 我们就抢那个什么呢 初五 凌晨那个投降 给财神爷 那个 中国办的全部都是管用的 财神爷啊 宋子凉凉啊 这种东西 那个 OK 不多 事情好像也不对劲了 那个 那个 我就赶紧收一下 总之就大家记住这个就行了 就实际上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 不确定 表现就什么三个 立全球化 碎片化 极端化啊 那么他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就是核心西方出问题了 核心西方就是美国和欧盟 这个当今世界啊 有很多不同的人群呢 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很多人群当中最厉害是西方 是吧 那个 那么西方呢 又分成 就是美国欧洲为核心的核心西方 还有一个叫东部西方 就日本啊 四小龙啊 澳洲 新西兰叫东部西方 还有叫边缘西方 印度就属于边缘西方啊 其实 在当今世界真正厉害的叫核心西方 北美和西欧 十亿人 就我们人类很欣赏的这种权力 就资源 比如说制造业能力 军事 科技 管理 品牌 市场渠道 话语权啊 制度权力 全在他们手上 那这个核心西方呢 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它是主导天下的 但是 随着欧洲和欧盟内部有问题 它主导的这个体系当然就有问题了 是吧 这就是当今世界不确定的根源 好 那么除了这个最大的这个特点啊 下面几个特点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未来变得特点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啊 可能是长期的处在某种僵局状态 普京总统呢 是非常想跟西方搞好关系的 但是因为结构性的原因啊 只要他在任上 这个关系就好不了 这个客观上讲 对中国当然是很有利的 还有一个中东 我个人推算未来十年中东的格局 就问题啊 会比以前还要多 这个 后面的道理是这样 就是二战以后 中东地区原来一直有一个矛盾 叫巴以矛盾啊 现在呢 矛盾更多了 现在第一矛盾呢 是伊朗和沙特的矛盾 这个里面又有这个 就是争夺地区霸权的这个东西 又有那个宗教 就什叶逊 什叶派逊力派的矛盾 所以它挺难解决的 它这个变成了第一矛盾 然后巴以矛盾呢 还在变成第二矛盾 第三矛盾就是库尔德人要闹独立 第四矛盾呢 就是土耳其啊 有一种思潮叫新奥斯曼主义 想恢复那个奥斯曼帝国的荣耀 他其实做不到的 土耳其我去过 这个国家工业化能力 比我们差远了 做不到他也想做 他就没那个金刚钻 他想揽那个瓷器活 他就给大家添乱 所以中东地区未来有四大矛盾 因此结论就中东地区 未来十年会比以前更乱 这个呢 对中东老百姓非常不好的 但是客观的讲 战略上啊 对中国挺好的 是不是 好 世界经济呢 我推算 未来啊 实体经济部分是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08金融危机啊 对各国经济都有打击啊 然后大家都努力的去摆脱它 经过十年努力到了现在 我觉得08金融危机的影响 已经结束了 世界经济会有一轮小扩张 当然前提就是不要打大贸易战 打大贸易战嘛 这个扩张就结束了 没有大贸易战呢 世界经济会好几年 像中国啊 美国啊 欧元区啊 都会好一点 但现在需要注意的什么呢 注意控制那个虚拟经济泡沫 你看美国去年是 实体经济增长2.3吧 是不是股票涨了35啊 这个有点邪门 它股票就是远远 它那个泡沫情况超过了 那个08金融危机以前 这是个隐患 这就是未来世界经济要注意的情况 就它实体经济真是好一些 可是泡沫呢 变得更大 所以需要想办法控制 科技啊 人类的科技啊 这几年进步很大 但是呢 就是一种担忧出来 是不是要对科技的方向和步骤 或是节奏要加以控制 好像今天吧 是那个霍金先生啊 录障 是吧 他两周以前去世了 是不是 霍金留下的遗嘱啊 就是第一就不要去主动的找外星人 他是推算的外星人 大部分都比我们厉害 去了以后我们就像蚂蚁一样 被消灭了 知道吧 所以第一不要去找外星人 第二呢 就是要控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 他推算人工智能啊 如果不节制 一代人之内 肯定是超过我们人类 那我们变成他的奴隶 是不是 他有这么 他还有几个那个东西啊 那个一共是四个东西 就第一个是外星人 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 然后下围棋的朋友 现在是不是 都知道那个 那个我们那个科技啊 人类最聪明的那个骑手 被那个阿尔法狗给打败了吧 阿尔法狗我们翻成阿尔法狗 这个不对的啊 阿尔法是希腊之母 那个阿尔法β的那个A 知道吗 是那个就是初级 狗是什么 狗是英文的围棋啊 叫初级围棋 那初级围棋 就把人类最好的大佬给击败了 而且就是永远击败 再不可能搬回来了 因为阿尔法狗一天能够学习 一百万盘棋谱 我们人类最优秀的专业洗手 一辈子只能学习八千盘 你怎么学得过它 所以永远结束了 知道吗 这个 那去年在谷歌的机器人实验室 发现了很恐怖的一幕啊 两台机器人啊 自动开始两个人相互说话了 语言极其复杂 当时是有工程师在现场啊 吓死了 给他发那个指令要他停止 他已经拒绝 从人类的智慧 所以后来就是耍赖 就把他拔电了 拔了 电给拔了 从此永远不许他出电 这个很恐怖的 这个 他语言非常复杂 现在他大家解读 解读不了 这个 OK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一方面我们人类的那个进步是很快的 比如说我们找到了那个 爱因斯坦老先生 一百年前预测的一个东西叫引力波 是吧 找到了吧 引力波找到以后 物理学就可能有很大的变化的 未来几年 你可以从推演 推演出好多理论来 然后那个工程方面啊 比如说量子计算 量子通讯有进展吧 人工智能有进展吧 基因工程有进展吧 对不对 这个这些东西呢 一方面让我们欢欣鼓舞 看到希望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隐患在里面 这个这一点呢 现在西方讨论的比我们多 我们中国啊 这一百年呢 被西方打惨了 惨了以后 我们对西方的工业军事科技是有崇拜的 所以现在我们唯一想的是 老子怎么超过你 超过以后怎么办 我不想 现在得想一想 我觉得 这是科技啊 那个世界经济实体部分不错 但是虚拟泡沫部分需要注意 科技 这个进步顺 迅速啊 但是对它潜在的隐患 要开始给予注意了 然后就思潮啊 思潮呢 是这样的 也在转变 从新自由主义 转向新权威主义 这个 过去三十多年呢 世界上的主导意识形态就叫做 叫做新自由主义 英文叫Neoliberalism 那个其中有一个文写 应该文本吧 就是九六年四行通过的华盛顿共识 那么新自由主义起源在哪呢 起源在英国和美国 79年 英国有个沙切尔革命 80年美国有个里根革命 是吧 然后就引发了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哲学观 这个哲学观的特点是这样的啊 就特别重视个体的价值 这跟中国文化 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不一样 中国文化就特别强调 人的社会性 说人你是 比如说你是儿子啊 姓什么姓 王姓什么的 就是你是家族的一员 然后是单位的一员 就是中国人认为 就是你的诸多社会属性 构成了你是人的本质啊 你要脱离这个 你就是个动物嘛 跟小猫小狗是一样的 但是呢新自由主义 他不是这样 他认为呢 就是组成社会 那个个体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的哲学叫个体本位 我们叫社会本位 然后 这个 对个体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自由 freedom 那个人人生儿平等啊 所以他们特喜欢 法国大革命的三口号吧 自由平等博爱啊 这是新自由主义的 那个总特点 就是个体本位 然后 个体 价值当中 最重要的价值是自由 然后从这个哲学来称之 就是在经济上 特别强调私有制的重要性 私营企业的重要性 和那个自由市场的重要性 然后特别反感 那个政府干预 反感计划经济 反感国营企业 好 然后这一套哲学 就风靡全球 对吧 这个 哎 中国呢 也是跟进这个潮流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其实是 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总方向的 对吧 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 我们很多现在的 知识分子 高官 企业家 都是伴随这个思潮长大的 但是 16年开始 就在英国和美国 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 开始出现反弹 就是 那个反弹是什么呢 叫民粹主义 popularism 因为 那帮 英美的中产阶级说 这三十年下来 好像是不对劲了 说这个自由 理论上人能有 可是实际上你比我多啊 人能自由的结果是 一部分人哪 比别的人 有更大的自由 有些人就没有自由 是吧 最后的实践结果是 自由是不平等的 这个 你们赚的盆满不满 我中产阶级 三十年生活水平没提高 于是他们就开始造反 这个造反就叫做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就导致了 英国脱欧和美国 选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总统 特朗普 就这么来的 这个人呢 他因为是迎合民粹主义的思潮 出来的嘛 他一定是一个 一个强人性格 对那个金英成 对建制派是挺不满的 他出来给你捣乱的 那个 于是就这么一个逻辑 新自由主义啊 实践了三十年以后 导致了经济繁荣 但是也导致了贫富分化 环境破坏 观念混乱 对不对 然后那个在自由竞争当中 失败的人呢 团结起来就开始推一个东西 叫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一定找出一个 强人性格的领袖 然后社会就开始转向 新权威主义 这个 然后范本就是特朗普 然后其他人就开始跟进 印度的穆迪 印尼的佐科威 法国的马克龙 那个埃及的赛西 土耳其的那个什么 那个埃尔端 现在安倍有点学 就过去 日本的政治文化是这样的 就知名党在国会优势再大 他们呢 要通过议案的时候啊 还是要反复的跟老百姓宣传啊 跟反对党协商啊 一直协商到老百姓 烦了 所以就投票吧 这个时候他投票 现在不是 现在只要安倍想到一注意 马上投票 根本不跟你商量 所以他整个风格也转向强人政治了 OK 这就是世界潮流的变化 好 关于世界的形式 我就讲完了啊 那个下面呢 我看看 下面这样的 我把那个十八代以来 中国外交的变化呀 这个把它总结出八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中国外交过去五年 有很多变化 是吧 大家都有感觉有变化 它到底变得什么呢 大家不做专业研究就说不清楚啊 那么 我帮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变化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指导思想 从韬光养晦 转向了奋发有为 过去三十多年 我们指导思想 就小平同志定了 叫韬光养晦 这个 就是在国际上不了事 然后碰到冲突 我们忍让三分 退避三色 就基本上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付代奖 韬光会被美国人翻译成了 隐蔽力量等待时机 英文叫 Hide your capability and buy your time 是吧 大家 反过来是不是 我翻译那个 隐蔽力量等待时机 他翻译不对的 其实不符合小平原因 但是我们国家 是很认真地执行这个 韬光是吧 搞了三十多年 我现在评价是这样 韬光呢 首先要肯定 这个韬光这三十年 帮中国赢得了 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对改革开放的成功 功不可没 必须给予充分肯定 但是呢 韬光是有代价的 就是很多时候 是冷浪的 这个 所以使得中国外交 有时候显得很 很 很笨拙 显得有时候吃亏 所以十八大以前 习主义执政以前呢 是不是很多网民都抱怨 中国在世界上很窝囊 是不是 一个典型的段子 应该大家都听过 就是美国人呢 在冷战以后最爽 老是想打谁打谁 俄国还凑合 谁打我打谁 中国人最惨 谁打我 我骂谁 是不是 这五年是不是 这种说法就少了 是不是 因为确实习主习变了 指导式样变了 就变得 从涛惠啊 转向了进去 叫奋发有为吧 这是一个变啊 指导式样变了 第二个就是 那个定位变了 咱们中国原来的 自我定位啊 中国就是东亚地区的 一个地区大国 但习主习一直正 就提了一个新目标 叫构建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 而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朋友 应该有这个印象 就是历史上 我们用大国外交这个词呢 是专制苏联和美国的外交 其他不用的 因此一旦我们也要 搞大国外交 它前提 逻辑前提 就是我们的定位 变成世界大国 所以定位就变了 从地区大国 变世界大国 然后就是风格变了 原来咱们中国外交的风格 叫反应式外交 实际上出什么事 我们都等着美国人呢 去提倡议 然后我们反应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出什么事 中国都积极地提倡议 提的比美国还多还快 弄得美国人应接不下 所以现在有一些美国媒体 开始抱怨说习主席 在convince 就是说服美国方面 没有成功啊 在把美国人搞糊涂方面 已经成功了 大家知道 英文有个表述是不是叫 If you cannot convince him Just confuse him 说服不了他 就把他搞糊涂吧 OK这是一个变化 我们这个风格变化呢 我们把它叫做积极进取 但是美国人很不爽啊 美国人把它叫做 咄咄逼人 这第三个变化 第四个变化就是 习主席提出了好多新理念 过去五年 我们的外交理念呢 自多自新啊 肯定在大国里面 排在第一位的 然后呢 我把过去五年的 诸多外交心理念 大致划两个字 划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啊 就是是面向全人类的 面向未来的 道义定位很高的 这个这里面有四个概念啊 就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构建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 还有呢 就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还有一个叫 构建全球伙伴网络 这四个概念是第一层次 因为它那个很宏大 知道吧 是面向全人类的 面向未来的啊 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去了 比如说 针对中美关系 习主席就提了一个东西 说我们中美啊 要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怎么建呢 我们必须啊 做到三点 不冲突不对抗 就避免直接冲突 然后呢 相互尊重 然后合作共赢 那么 中美关系呢 现在就处在一个 天然矛盾里面去了啊 叫做 这个守城大国 和新兴大国的矛盾 美国是守城大国 是没有争议的 是吧 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我们也尊重他 他是一把手 唯一超级大国 我们呢 现在被美国人认定了 是这个主要挑战者 这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中国啊 这十年呢 我们知道我们力量起来了 但是我们还想掩饰 怎么掩饰法呢 我们在外交上啊 经常这么干的 就是我们有什么想法 我们尽量啊 放到比如东亚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峰会 放到那个里面去 很多主张啊 我们自己不提的 我们比如有个想法 我们会去找南非或者巴西 这个把我们想法给他 这国家呢 都好表现 但是又没有想法 知道吧 东亚这边呢 我们就找泰国 老挝 柬埔寨什么的 就我们比较信任的 这帮兄弟啊 那个 然后 就是上河嘛 我们就会去找 那个某一个斯坦 就这国家都比较小 在国际上没有存在感 知道吧 所以他那个很想表现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表现 然后中国就会说 是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这么想 就跟他说了 说了以后他很高兴啊 他就提了 提了以后我们中国说 你这个想法非常好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挺注意的 因为我们一提呢 印度 印度是逢华必反的 印度就是个角局者 就是脚趾棍 只要中国提 他肯定反 那美国肯定紧张 日本肯定讨厌啊 所以我们也是都会 一直就这样 这十年都这样 我们有想法就给人家 然后让他提 我们再呼应 是吧 然后就比较容易就通过 但是这个打法 现在就不灵了 那个 就渐渐美国就看透了 是吧 就不灵了 这个 讲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啊 就是 大家知道2003年 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 叫高盛银行 是吧 中文叫高盛银行 对不对 他的首席经济学家 叫吉姆奥尼尔 他是英国一美国人啊 后来到那个 那个英国还做了几年 那个财政大臣呢 好 这个老兄呢 他在2003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叫BRIX 金砖 他这么提 他说巴西 俄罗斯 印度 这四个老兄啊 他的那个市场潜意 是被给低估了 因此呢 投资于他们呢 是比较有机会的 然后这四个老兄 投一个字母 合在一块 BRIC 读音就是BRIX 就砖头 有潜力的砖头 因此叫金砖 是吧 所以这个老兄从投资角度 就把我们四个放在一块 然后我们四个说 哎呦 我们还有这种共性啊 于是我们被连开个会吧 于是又有了金砖俱乐部 就这么来了 是美国人把我们凑在一块的 好 到了05 15年 10 他03年提嘛 12年以后 15年来 金毛利亚出来说话了 说我错了 我错了 说这里面还就一块金子 就是中国 其他就是砖 他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态度变化 知道吧 他认识到实际上这个里面 真正有实力是中国 可以挑战他中国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想继续逃会 可能也逃不住了 知道吧 这个 好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美国是公认的首层大国 我们呢 又成了公认的这个 这个就是新兴大国 是吧 于是我们就处在一个天然矛盾 叫首层大国 新兴大国矛盾 这是一个天然的冤家 在西方历史上 被叫做修西里德陷阱 这个西方的历史 告诉我们 这个这个矛盾 最后往往是打仗 但是今天呢 中美真的不能打仗 绝就想都不要想 不能直接打仗 知道吧 这么跟大家讲啊 就是我们两国的战略武器啊 都是可以彻底摧毁人类的 美国可以摧毁人类 十次以上 中国能摧毁几次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估计两三次 肯定是没问题的 知道吧 其实一次就没了 还摧毁好多次 所以一打 打的结果就 地球上人没了 人类就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真不能打 但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了 这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个矛盾啊 最后就是打仗 但是今天的现实 是绝对不能打仗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需要那个思维创新了 于是习主席就主动的 跟美国提了这么一个东西 中美要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时间点是13年6月 习主席作为一把手 首次访美 跟那个奥巴马提的 提出来以后 到今天呢 美国的态度是不反对 但也不接受 因为他没法反对 因为这个提啊 其实道义站位很高 知道吧 对不对 我们俩共同努力 避免人类战量 这个他怎么反对呢 他没法反对 可是他坚决不接受 他说 其实他还挺生气 不光是不接受 第一他说你程序不得 对不对 你有个好想法 你敢跟我汇报啊 因为我一把手啊 由我来提啊 你怎么就提了呢 对不对 把我放打去了 就不尊重书记嘛 就程序就不对 知道吧 这是一个 然后内容不对啊 第一点他同意 不冲度不对抗 他完全同意 第二点他就不同意了 他说我们要相互尊重 他认为是中国 跟他要平起平坐 他不干 他说老子1894年 就世界第一 对吧 我是30年老书记 你是刚提拔 总是不刚提拔的副书记 你给我平起平坐 但还了得啊 他不干了 第三个他也不干 我们说合作共赢 就是要双赢 他说这40年跟你打交道 中国人太狡猾了 双赢就是你们赢两次 那很好了 你搞的结果是什么 搞的结果 他现在其实挺被动的 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概念 他又不能反驳 但是又真不想接受 道义上讲啊 其实我们已经占了一个上风吧 还有就是这个对周边习主席 要求我们清晨慧荣 因为是那个情况 周边国家 坦率讲绝大部分 对中国啊 都是不信任的 恐惧的 抵制的 这个 我们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周边的邻国 是全世界大国最多的 我们有20个邻国 美国才两个邻国 我们20个 然后你国家都还算了 还人多 中国和邻国加起来 占人类60% 知道吧 因为国家多 人口多 肯定是事情多嘛 另外呢 差异还特别大 还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政策 对付 那个 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是比如说德国 德国也算邻国多了 但是他 周边邻国都比较简单的 知道吧 都是白人 都是欧洲文化 都是基督教徒 就天主 就他们精神支付是一个 发展程度也差不多 政治制度一样 是吧 所以他比较简单 咱们中国就不一样 咱们中国周边呢 发展差异很大 有很发达的日本 也很落后的那个尼泊尔 然后那个 国家力量差距很大 是吧 就极其强大的俄罗斯 有一点力量都没有 都不单 然后什么政治制度都有 什么宗教都有 还有个什么人种都有 知道吧 俄罗斯 中亚是白人吗 南亚的南边是黑种人 东北亚是黄种人 印尼的东部 巴布亚 新几年亚 是中色人种 俗称红种人 人都是红的 白的 黄的 黑的 普达吧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对中国的历史记忆 跟我们截然相反 中国人读的这一本 正史叫二十四史 是吧 这是鲁家写的 以鲁家为主写的 那鲁家呢 是很优秀的古代派别 但是他是有问题的 鲁家特喜欢农耕文化 他就觉得游牧啊 山林啊 渔猎啊 商业啊 都非 不正宗 正宗就是农耕啊 然后他把这个 他认同的正 正统都往农耕上靠 结果呢 写中外关系的时候啊 他为了凸显我们的奴家 农耕特性 他就老说我们挺好的 我们都是 耕独传家 是吧 经营土地 在土地上啊 这个经根细作啊 披心待跃啊 早出晚归 我们是很辛苦赚钱 然后范延子孙 就是他实际上 还是有点选择性的 就是他比较凸显 就是我们的正统王朝是那个 是是是好好 那个积累财富的 不打人的 都是别人打我们啊 所以读完二十四史 其实 其实我没有读完 我就是挑了节选 看了一下 其实你看完这个 有点窝囊的 是吧 看完鲁家写了二十四史啊 你会得的印象 中国这部历史 是你有狼牙棒 我有天灵盖的历史 老奔人家打的 所以打 看完这个一定得一个结论 叫中国人民一向热爱和平 就这么来 然后还有一个例子 经常被人家引用 我增合的船队 世界第一 所向无敌 真正的无敌舰队 我没有占人家一寸的国土 是不是 这中国人经常讲的 这些都是事实啊 但是呢 你去周边国家跑呢 你会发现 人家的记忆功能截然不同 韩国的国家历史博物馆 记载了 就是中国人侵略他几十次 越南河内国家历史博物馆 记载的历史说 我两千年历史 有两百年 是西洋人欺负 法国人 美国人 英国人 剩下的一千八百年 都是中国人欺负 外蒙 乌兰巴托国家历史博物馆 记载的都是中原王朝 屠杀他们的历史 2006年 郑和下乡六百年 然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系 他的师生带着 老师带着博士生去东南亚十国 去采访他们的历史记忆 结果是什么 结果东南亚人说 郑和灭了八个东南亚王国 把六八个王国给人家灭了 我们因为郑和下乡之后 他那个年轻皇帝 神明兵 他就把那个郑和退休了 船员解散 船给烧了 关键把那个航海资料 全给烧了 对不对 当时的国立图书馆馆长 叫刘大夏 是个清官 有时候清官做事更傻 知道吗 你还不如贪官偷偷藏起来算了 他真给烧了 全给烧了 知道吧 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历史事实 但是呢 就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记忆 他们的采风就这样 人家东南亚的记忆就是 你灭了我八个王国 你地倒是没占 你把王国给灭了 对不对 那个 我个人瞎猜啊 大概历史事实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东南亚根本就没有王国 对吧 那个时候就是部落 就是小部落 文字也没有的 文字也没有 然后组织架构就很落后的嘛 就是个酋长嘛 对不对 就几个氏族凑成一个部落 是吧 一个酋长 人也不多的 我估计顶多几千人啊 所以在郑和眼里呢 你就是一村干部 是吧 那个 郑和说我是那个巡视组组长 是吧 我是钦差大臣 老子想伴随伴随 所以我估计呢 实际情况应该是八个村干部吧 就八个酋长可能是对郑和不尊敬 就是违反了这个天朝的某些那个八项规定 是吧 然后他就就把它给办了 他的记载可能很简单是吧 我处理了八个村干部 但是人家呢 如果这个酋长不在了 他那个部落就没有了 真的就没有了 因为他那个整个主持发展程度很低 没有 所以人家记载你把我八个王国灭了 这个这边就是有记载 我估计也是这样 就是八个犯错误的地方干部被我处理了 就是他这个文明差异导致了这个东西 总的一个情况就是 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挺复杂的 人家对我们的记忆是非常不愉快的 所以当我们中国人很高兴地宣布 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周边国家听得是毛骨悚然 因此呢 习主席知道这个 他就告诉我们呢 中国越发展越要谦和 于是就提出一个要求 叫清晨会荣 对第三世界国家 非洲穷国家 他要求我们呢 就要有正确的毅力观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正确的毅力观 他就是他访非 就是作为总书记访非洲的时候提的 说我们中国企业到非洲赚钱没问题 可以去赚 天津地 但是 我们呢 在赚钱的同时 也教非洲兄弟啊 也学会自己赚钱 我们要做得比西方好 西方往往是这样啊 西方其实给非洲很多钱的 但是他那个方法不对 他就弄个大美女啊 比如说安吉尼娜 朱丽啊 那个跑去送一堆食物啊 每家分一个礼拜的面包 拍照 把人家感动都不行啊 结果人家一个礼拜以后 又没吃的 是不是 他其实没帮到点子上啊 还是得中国去 就是像 像蒙内铁路啊 或者像那个 埃塞俄比亚 那个那个中国工业园区啊 就是把我们中国啊 有些东西 比如造雨伞 造鞋子 给它弄过去 是吧 然后教他们 就是要 要帮非洲培养出一批 这个叫产业工人队伍 这个非洲以后就可以赚钱了 这个 其实有个行为 就是说我们到非洲啊 就是受人以余 没有三点水的啊 不如受人以余 有三点水的 这个这是对的 我觉得 其他还有啊 比如亚洲新安局关 海洋关 网络关等等啊 没时间讲了 我们就停在这了 大家知道 其实提了很多理念 然后两个层次就完了 对吧 然后第 第几个星呢 第五个星呢 就是新战略 新战略就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 中国近代以来 第一个以我为主 塑造外部世界的战略 当然我们官方文件 不叫战略 叫倡议 但这个 但我自己觉得那个 说白了还就是战略 那个 中国近代啊 是从1839年开始了 1839的春天啊 我们林哲徐先生呢 虎门硝烟 到年底呢 英国就组织了一个联合战队 去轰炸虎门 然后近代史就开始了 当然他炸虎门 没捞得便宜 因为那个 因为他去布防部的挺好 于是他就 沿海尔上去去 打福建 打浙江 对吧 最后签了那个南京条约 但是咱们中国的近代史 就是从英国舰队 轰炸虎门开始的 1839年 然后到1949年 这110年 中国啊 始终被人家打 所以那个时候的历史基调 叫做旧王图存 49年新中国成立啊 成立一个很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能够有效的保卫这个 这个 一定的国境线啊 所以这个时候 旧王图存是没问题了 但是在他就有个发展问题 不穷啊 他要发展 所以整个对外还是很弱势的 所以强调就是说 不要干涉我的内政 所以是不是 一直到习主席提出 叫叫一带一路 这个时候中国和中外关系就变了 就变了比做强势了 往外走了 这新战领 然后新方是新方是什么啊 我把它叫双轨制 它的特点就是 一方面中国在美国构建了 现行国际体系内积极的参与 就这几年我们中国在联合国 在WTO 在World Bank 在那个IMF 我们交的这个会费都是增加的 因此我们的投票权都是增加的 是吧 这是一部分吧 就是现体制 我们积极参与 还有一个就是在体制以外 开始搞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们在美国的反对之下 倡导成立了这个AIIB 是吧 亚投行 然后顺势又成立了金钻银行 还有一个金钻应急基金 还有私入基金 这些东西 13年发生了湄公河产案 而中国趁势 就跟湄公河沿岸四国就签订协议 我们武警就可以定期 就越过国境 是吧 沿着整个美国河沿 一年四次吧 好像这样的 这些都是在那个体系以外搞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 这就是新方式 然后新实践 过去四十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外交的内容呢 是很确定的 我们始终有四个部分是不变的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大国外交 第二个是周边外交 第三部分叫发展中国家外交 第四个部分叫多边国际组织外交 很稳定 一直就这么干 但是习主席执政以来 在原来四个不变的基础上加了四个 一个是一带一路 一个是什么呢 保护海外利益 第三个呢 就是叫叫叫叫 讲好中国公司 增加中国的话语权 第四个就是 开始参与全球治理 什么叫全球治理啊 就全球呢 就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是跨国界的 比如难民问题 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 还有萨斯这种公共疾病 还有黑手党 就是贩卖人口啊 毒品啊 这些东西啊 这些问题呢 它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应对的 因为它跨国界吧 它得国际社会啊 好多国家集体行动 来来来加以这个这个对付 就是通过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 来治理跨国界问题的过程 就叫全球治理 原来这个这个领域主要是美国欧洲 在起领导作用 咱们中国就是参与一般的参与啊 但是以15年9月26号 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系统的阐述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为标志 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从那个现在两年半吧 中国那提了很多方案啊 什么杭州G20 到处提方案 而且真给钱啊 对不对 非洲发展基金600亿什么的 真给钱 所以中国现在成了全球治理的积极的倡导者 领导者了 这四个一带一路海外力量 卵力量 全球治理就是新实践 对不对 好 最后讲这个中国全球治理哲学 全球治理 我刚才讲中国是很晚才进去的 对不对 全球治理的老司机是欧洲 知道吗 欧洲三百年前在全世界拿着枪去抢殖民地 那就是全球治理 知道吗 把你的变我的 那就是全球治理啊 那是很残酷的全球治理啊 四五年美国 在二战以后成了世界老大 他也开始搞全球治理 对吧 所以他们两家都是经验丰富 我们呢是很晚的 一五年才去 但是中国是非常优秀的国家 我们一旦进去 我们的全球治理就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不同的 我总结有四个不同 第一 中国所有的全球治理方案 都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 而西方呢 总是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中心 所以道义上讲 是不是我们站位要好一点 第二 美国所有的这个 我们的所有的全球治理 那个计划都是强调发展 叫development first 美国和盟友呢 是强调他和他盟友的安全为优先 这有不同吧 第三个啊 就是中国呢 强调这个 全球治理当中啊 国家是身份一样 都叫伙伴 国家可以大小不同 利益不同 责任不同 但是身份都叫伙伴 然后中国依据这个观念 就是在不断的构建 全球伙伴网络 是吧 但是美国认为 当今世界就是不平等的 而且他认为 他会坚 他要坚持下去 在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当中 美国是第一层级的 第二层级呢 是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就英语国家 也叫央格鲁萨克逊人 具体讲就是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就是美国的亲戚 是吧 美国第一 然后亲戚第二 然后呢 就是美国的盟友 第三 就五十几个国家 法国 德国 日本都在里面 第四个等级 就是绝大部分 都在里面 叫伙伴 泰国啊 越劳 简南 巴西 阿根廷 第五个等级 就是中国 叫Strategic Competitor 叫战略竞争者 第六个等级 俄罗斯 Strategic Adversary 战略对手 第七个等级 就是Enemy 就敌人了 这比较多了啊 像朝鲜啊 伊朗啊 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啊 还是在他眼里的叛国者 爱德华斯诺登啊 还有那种 那个楚马里海盗啊 当然大量是恐怖分子啊 这比较多了啊 第八个等级最惨 就是美国啊 都懒得去打他们的国家 就除了人 什么都没有的 他的标本就是海地和苏玛里 是吧 那个 最近他们得到的一个名称 叫毛坑国家 去年12月啊 特朗普请那个两党领袖 到白宫 椭圆形办公室 谈那个移民改革 特朗普就原来 觉得原来你移民太松了 来了很多爆恐分子啊 伊斯兰极端分子 他说得改革 然后呢 民主党就不同意嘛 所以他要开会协调嘛 然后呢 他他上面这么说 他说呢 我们美国啊 还是得要移民的 是吧 因为那个 美国现在白人是65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是有色人种 如果把有色人种拿掉 纯白人的话 美国现在人口也是很老龄化的 跟欧洲是差不多的 加上那个有色人种 就年轻化了 然后特朗普对这个现状 是不爽的 所以他说 还是要移民了 但是 以后的移民 主要要来自于 挪威 丹麦 芬兰 这种好国家 然后下面开始点名 像海地 沙尔瓦多 非洲 这种死坑国家 就不要再来了 然后呢 民主党很坏 一出门呢 就开记者会 说刚才特朗普总统 把他们叫死坑国家 然后这些国家 全部都到联合国告状 这是当地世界 其实最惨的 就是这些国家 好 最后 中国全球治理哲学 跟美国的不同 就是我们还是强调 不干涉内政 是吧 他是要干涉 我们是不干涉的 OK 这个 四点就是我们 全球治理哲学 跟美国的不同 这算了我的第八点 然后把前面再加起来 这八点合起来 总结论 就是过去五年 我们外交真的有变化 这些变化 可以说就构成了 习主席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 有机组成部分了 是吧 好 最后呢 我再把这个中国外交啊 现在那个面临的几个问题 随便点一下啊 然后我就停下来 时间也不多 可能就两个问题吧 做个互动 那个 我认为从今年开始 那未来两三年 中国外交的挑战 会比过去五年大 后面逻辑是这样 就过去五年 其实西方啊 以美国为所的西方啊 还没有下决心 怎么对付中国 他在观察 中国啊 在习主席执政以后 到底走向何方 到底有什么方略啊 他们都没有 所以他一直在犹豫 在观察 但是十九大报告以后 他们是很清楚了 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走向 是偏左的 跟他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是吧 然后呢 中国报复要很大 经济上我要把产业 搞得世界第一 军事要建立一流军队 是吧 那个最后呢 要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以前我们都只是说 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现在改了一个字 现代化强国 他们其实心里有点发毛的 那个 所以他对中国的群像 判断就是 清楚了 你向左 然后这个领导 还挺能干 而且以后可能 干的时间还挺长 那个 就结论就清楚了 原来是不清楚了 知道吧 原来走向何方不清楚 能不能干不清楚 干多久都不清楚 都不清楚吧 所以原来他的观察 现在全清楚了 然后就开始 给我们定位啊 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3月 他连续出 2月吧 连续出了5个报告 是吧 一个叫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叫国家安全报告 然后是 Defense Strategy Report 叫国防报告 国家安全报告 国防报告 然后是国情之文 然后是Nuclear Postal Review 就是那个叫 核泰式评估报告 然后就是叫 全球威胁报告 5大报告 一致的就是把过去十几年的战略改了 说这个反恐不再是优先了 大国竞争优先 大国竞争当中 中国排在俄国前面 这个就定位就清楚了 是吧 那个这是一个大的情况 然后呢 问题就开始显现啊 然后具体到现在的中国呢 我认为挑战是三个硬的挑战 一个软的挑战 硬挑战首先就是朝核 朝核呢 我认为今年内啊 一定会有结果 就他不敢 就是特朗普不允许这个朝鲜问题 再拖下去了 就今年内摊牌 这摊牌有两种 一种呢 就把朝鲜拉过去 是吧 朝鲜成了他的小吹本 拉过去 就接受朝鲜带枪投靠 还有一种就打了 那么我们不清楚 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 不清楚啊 但是无论哪一种结果 对我们的利益损害 就利益关联都很大 是吧 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印度 去年呢 美日澳 大谈一个概念 叫印太 以前他们都不谈 都叫亚太 对吧 Asian Pacific 去年改了 叫印度 Pacific 大谈 其后面的背景 就是一种新思维 他们就 这三个老兄啊 美日澳 就知道中国是对手 然后又算下来说 光是我们三个兄弟 不一定打得过中国 是吧 所以还得找新帮手 于是呢 他们现在惦记了三个老兄 印度 印尼 越南 然后现在 他们尝试的结果是这样 印尼暂时拉不动 一月份 美国 防长 马提斯 访问印尼 就邀请 印尼海军跟美国海军 联合在南海巡航 后来印尼说 我不仓和你们 那个事 你要去 你自己去 所以就没事 印尼没事 然后越南呢 他也拉 他现在看来越南呢 还是 大概是想保持距离 越南挺聪明的 越南其实就是 中国文化圈的 深受鲁家影响的 或者鲁家 文化圈可能 比较刺激他们 以后你跟他们讲 我们叫筷子文化圈 大概就没什么问题 用筷子吃饭 人聪明 这个 然后那个 越南很聪明 他呢 两边讨好 他在 比如说我们年三十那天 他给西 他们主书记 给咱们习主席 恭贵新年 是吧 然后同时又跟美国人 欢迎美国的航母 去搞联合演习 他是脚踏两只船的 现在 就比较担心就印度 印度这个老兄呢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 他就觉得 这几年 他经济比我们好 军事现代化 比我们挺快的 政治 他权威很稳固 外交上左右逢源 然后 这是一个 他很知情 还有一个 他现在对我们很不满 他就觉得中国啊 从新疆喀什 要修一条铁路 横贯巴基斯坦 然后到 巴基斯坦南边 叫瓜达尔港出海 对不对 他认为冒犯他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一段路有一段 要经过那个叫 巴蜀克什米尔 就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 但是印度认为 整个克什米尔 都是他们家的 所以他说 你在我们家修路啊 另外呢 我们一带一路 当然就是对外 有一点投资 投资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南亚那些小国家 现在对印度的 忠诚度下降 原来就是绝对听印度 现在呢 有时候 不是那么听了 知道吧 像那个尼泊尔啊 孟加拉 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原来还有马达加斯加 他印度也把他算作 他们南亚圈 其实马达加斯加 属于人家那个 非非洲的 他印度算他的文化圈 还有缅甸 他也认为是他的文化圈 印度有一毛病 就是英国占领的地方 他认为现在都属于他 这是他一毛病 所以他对我们这些东西 动作非常的不满 说你在我的后院啊 挖我的墙角 是吧 在我们家修路 后院挖墙角 还有呢 他觉得我们中国 在印度洋啊 在搞一个珍珠链 在包围他 就我们中国确实在印度洋 做了很多投资 比如在马来西亚的最南端 搞一个黄金港 是吧 泰国的印度洋海岸 就西海岸搞一个石队港 缅甸是交漂 是吧 孟加拉是极大 斯兰卡有两个 北边的克伦坡 南边是汉班托塔 然后在马尔达夫 现在也有一个 再加上挂袋 对不对 然后吉普提有个军港 然后印度人推算 我们在非洲东海岸 可能还会搞两个港 上一看他说 你把我给围起来了 是吧 所以他们现在对我们很不满 他又自信又不满 还有一个就历史情节 他是摆不过去 就他对六二年失败耿耿于怀 六二年他们承认失败了 军事让我们牺牲了几百人 但是打死他四千多人 然后被他抓了一个俘虏 我们抓了他四千多俘虏 所以军事结果是一面倒的 然后他们 但是他们那不接受 他承认失败了 但是他的解释很奇怪 解释怪我们中国 他说我还在摆pose 你就动手了 是吧 他不服 他想报复 所以反此种种吧 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印度非常危险 他有可能北部边界闹事 更有可能呢 就跑到马尔代夫 就出兵马尔代夫什么的 就把跟我们关系不错的 政府给你推翻 然后把我们的投资给没收了 还有一个他可能海上封锁 就这个月初九号 他拉了十五国吧 就在东印度洋搞演习 演习明确说就是准备海上封锁 这让我们很难受啊 因为中国的贸易 百分之九十走海路吧 九十当中百分之七十走北印度洋 七九六十三 就是中国六十的航运 是受他威胁的 是不是很麻烦啊 OK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反正我们是拼命在稳定了 我看最近商务部组织了一百二十多家企业是吧 跑去跟印度搞什么联欢什么的 想搞一点项目 然后好像杨洁篪政治局委员马上要去 我们在稳他 但是呢美日澳在后面推 这个不知道印度最后能不能保持定力啊 这是第二个硬挑战印度 还有一个就台湾 现在情况之下就是台湾当局 民进党当局啊 这个拒绝承认九二公司 因此两岸关系本身是不好的 是不是 在这个情况之下 现在美日印澳都有动机打台湾牌 其中美国已经开始公开打了 已经通过了台湾旅行法 通过了2018财年国防拨款法 台湾旅行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台湾最高领导人是可以到华盛顿去了 然后那个国防拨款法案有一个建议 就是美国军舰停靠台湾 这个都是很大的挑战了 很麻烦了 OK这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未来一两年要遇到的麻烦啊 硬的就是朝鲜印度台湾 软的呢 就是美国正在发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以美国牵头 然后所有西方国家的参加 加拿大澳大利亚美日本 那个印度欧洲国家的参加 他们的总的特点就是 对中国与他们正常的贸易关系啊 给他赋予政治含义 说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华为手机就不能在美国卖 我们很多诟病啊 我们出价很高 他就不卖给你 然后呢 像我们这种学者跑过去文化交流 他说我们搞渗透 这个这个是新一轮中国威胁 很麻烦 那个 OK 时间关系我必须停了 我最后讲一个解决之道啊 中国人面对 就我们面对这些新的麻烦 也不要慌张 我们中国呢 发展到今天啊 中国国力是比较强的 哎呀 这个 就是除了事啊 坦率讲 我们也也不会影响我们的 这个民族复兴进程 就是天天堵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安心 把家里的事要搞好 防范金融风险 解脱贫困问题 改善环境等等等等啊 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就把家里的事干好 这是第一位的 不管外面怎么 有人给你闹闹闹闹闹 你别理他 你弄几个保安出去 收拾一下就完了 大家该干嘛干嘛 这是第一啊 国内也要搞好 第二个国际上呢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要跟这些潜在的 这个风险呢 还是要 就战略上要藐视 但是战术上要重视 这些国家还是要应对 中美关系 总体来讲 还是希望啊 避免直接冲突 稳定 中印要稳定 这个 所以 国内安心搞事 然后国际上呢 还是一个一个 就是有矛盾 也一个一个去稳定它 然后最后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要求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些 这些矛盾最后都发生了吧 但是要想办法 在节奏上控制一下 不要让他们一起来 就群欧你 是吧 一个一个来 中国现在其实也不怕的 一个一个 其实我们都不怕的 但是一起来是很麻烦的 是吧 所以只要把他们分开 就最好大部分稳定了以后 就别发生了 实在要发生 你把它弄开 那就问题不大 OK 这个我要分享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 那个时间已经超过了 但是我愿意留下来 跟大家再交流几分钟 就两个问题 做一点互动 由陈老师来点名 大家先斟酌一下自己的问题 够不够代表性 只有两个机会 感谢谢老师这么精彩的演讲 我应该是多次挺多的 现场听过 网络上也挺过 今天您讲的这个 我觉得有很多有心意的 我的问题是这样 比如说包括一带一路 还有最近推出的 中国贵心能源交易所 也有期货 这个方向我觉得 可能是没有错 就是您刚才说的时机的问题 我们从涛光阳汇 到温海永远 我们这个方法转的 是不是急了点 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 方式方法 因为以前的战略 可能是比较薄 让敌人磨不扰 这也是一种战略 现在可能就有点太清晰了 是不是会对我们 这种马上加量的方式 谢谢 好 谢谢你 其实我们学界 是有一部分人认为 就是这几年弯子转机了 像我的同事经常在那 找机会说 就是要战略谨慎 战略谨慎 但是某种意义上讲 可能这个弯子 是一定要转的 早晚的问题 然后可能就不存在好时机 你就是过五年转 人家也说这个时机不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个玩意儿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说 它是一定要发生的 然后这个摩擦 它是一定会有的 对吧 就是 这十四亿中国人 都是很有报复 很能干的人嘛 他也不甘于永久居于人下嘛 这个 就是我要 或者换一个话说 就十四亿人这么能干啊 而且这么肯干 这个不发展 那也是没有天理了 对不对 发展也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自然权利 但是客观上讲 我们的发展呢 确实是动了西方的奶酪 所以他不高兴 要做一点反应 是必然的 这个 而这个反应呢 我觉得是迟早要来的 然后现在就来了 对吧 那个 现在西方是比较后悔 他们觉得应该是 是二十多年前动手就好了 他回过头去看 最好的动手时机是八九 八九 我们国内啊 那个时候矛盾非常尖锐 是吧 那个时候呢 台湾又开始民主 如果那个时候 他鼓动台湾闹独立啊 我们就 国内有矛盾又大嘛 必须那个 去处理嘛 军事上呢 又必败无疑 那个时候中国就惨了 这个 但那个时候 老邓呢 就告诉他 头光扬灰啊 那个 然后 然后就应对的不错 这个 到了 其实到01年 小布什刚上台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酝酿着说 中美不是战略伙伴 而是战略竞争对手 一定酝酿着要整我们了 再加上01年不是有个王伟撞击事件吗 但是后来中国运气不错 就是本拉登跑出来 救了中国 就他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在战略上啊 已经把主力部队往东亚调了 知道吧 就他论定你是对手 然后主力已经开始在排名部 结果 后面来一 来一人来一板砖 你知道 给他砸晕了 他满世界就找这个兄弟去了 所以 所以 所以那个 就总之 就从结构上讲呢 就是 我们改变涛光阳晦是 部分就是外面那个压力 想藏着也藏不住了 我记得15年 我是在华盛顿开会嘛 我认为 我说我们还是想 就有美国学生 说金银你是骗我们吗 你能想象一个大象 躲在兔子的后面吗 知道吧 原来你个子小啊 混在兔子群里 我不知道 而且原来美国就不正眼看我们 他瞧不起我们呢 知道吧 他顶多余光看一看 又看不清楚 对不对 我们个子又小 又躲在暗处 所以他真把你当兔子了 现在就长得流高马大 你还 还藏什么藏啊 他看见了 那个 所以现在 我觉得客观主观都使得 我们可能就得变了 这个现在就 而且我们一走上了变化之路 所以就只能说 想办法把它变好 回去是不可能了 对不对 只能就是说 大家共同努力 把这个转型转好 这个 好 谢谢 好 感谢教授 我想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因为我是来自北京现代的 所以我们是中韩合资的汽车公司 所以去年我们那个 被萨德整的损失了上百亿的地润 所以我想听一下您这个对四月份以来这个韩国在这个潮核问题里面的这个表现或者说一些预测中韩关系的一些表现 而且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汽车行业您知道就是它是合资股比是百分之五十的百分之五十这个美国已经惦记了可能是二三十年了二十年了去吧 这次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 是不是会商务部或者公信率在这个事件上做一些重大的让步 比如说就像那个特斯拉的总裁说 我们连一个独自的厂在中国都没有 中国这个在我们这有四个独自的汽车厂 就是这个您有没有一些评论或者预测 谢谢 我觉得在汽车领域啊 对美国啊 做一定的浪步是有可能的 那个 但程度呢 可能就不会像美国媒体期待那么高 最后应该还是妥协 我们浪一点 特别是对那个新能源车浪一点 我觉得可能性较大 传统汽车浪啊 可能性小 新能源可能浪的多一点 咱们这比亚迪独占那个我们一半以上那个市场啊 但是好像他这几年他自己创新也不怎么样 是不是 比亚迪啊 这个 嗯 所以我推算是这样啊 至于说中韩关系呢 是这样的啊 就是 现在我们对文在寅政府还是挺欣赏的 呃 然后萨德问题呢 我更认为是告一段落了 因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美国要在那部署四套 现在是部署了一套 对吧 然后后来 文在寅政府好像也不热心 所以就允许那个当地老百姓去阻牢施工 所以好像是半年也没什么施工了 这个 所以大概就停在那了 所以他放了一套好像对我们军事威胁也不大 那个 所以我觉得萨德问题是搞一段落了 这个 所以中韩关系呢 我倾向人会好一点 好一点 但是 可能也不会回到以前那个热度了 是吧 那我们游客往那里跑 然后那个寒流很厉害啊 可能 可能就是变得比较平淡了 那个 游客也会去 但没以前多 然后那个寒流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热了 呃 这次 就是中韩经贸关系 过去是有一点特别的 中国为了维持在那里的影响力 有时候给韩国是有一点特殊照顾的 还有呢 那个 中国民众嘛 一个阶段 对韩国的那种文化什么的 比较喜欢 呃 好像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咱们的小姑娘好像穿的都是韩装 总因为觉得日本的玩意呢 太过先进无法使用 是不是 韩国还要够得着 比我们好点 那又不是很贵啊 所以 这个阶段性的吧 就是韩国的 潮流啊 服装啊 呃 技术挺适合中国 它不是那么先进 你知道吧 先进意味着贵嘛 它相对我们可以价格也可以接受 所以 我觉得中韩关系过去那么十年挺好的 那个 呃 然后有了萨德就让他碰一下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再回到以前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因为那个时代过去了 好像 这个 嗯 最后下个结论吧 中韩关系呢 肯定会比 前年和去年上半年要好 这是肯定的 但是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那个特热那个阶段了 嗯 是比较好的邻居关系 但是不是不是很特殊的邻居关系 这是我的一个推算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金教授了 今天说两个半小时 呃 大家度过了非常欢快的周末的晚上 然后我发现就是金老师在 这种如沐春风般的风气幽默背后 其实是有他的大智慧 然后对很多问题很深刻的 背后逻辑的 包括这些深层次问题的 读到的理解 呃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啊 请我们金教授再给大家可以就一些大家进一步来分享和剖析 然后呢我在直播平台上看到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这场活动呃 呃在线观看的应该有两千多人了 啊已经有四千多人了是吧 啊 对 所以大家对这个话题其实还是关注度很高的 我们也希望呃晚上的这个讨论或者分享是一个开始 因为伴随中国这个崛起或者民族复兴 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所有企业必须有全球化的视角来考虑 我们所有的未来的发展 所以期待大家继续关注人大商学院的各种论坛和讲座 然后期待未来我们再邀请金教授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国际上的这些关系 其实呃有很深刻的逻辑 然后呢金教授又人给大家带来这种非常风趣和幽默的享受 呃谢谢金教授 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一看 好 好 这样的活动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欢迎 咱们 我拍你 面子 那次 那次那天晚上找的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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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時間就這樣 明天會可以回放 今天會放不了 因為剛結束 明天會有 那天